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 没问题一点了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 我相信有参与者会陆陆续续进来 那我们之后也会询问讲者 我们录影之后要不要再公开 那都会再询问讲者 那因为现在其实博物馆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热门的议题 可是很多人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来参与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 大家的经验分享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 那博物馆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这几年来真的是如火如荼的 在开展各种不同人群之间的结合 就是各种不同人群之间的连结交换 然后也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文化在线 或者是在创造的场域 譬如说我很熟悉的台大的内学博物馆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陆续 跟很多不同的族群部落办理合作策展 就我们从2013年陆续跟亚美 然后接下来跟台湾赛德克 阿美赛夏格马兰等等族群 办理合作策展 而且之后我们都还有继续合作 例如说我在2015年 跟赛德克合作策展之后 我们2017年也办了一个工作坊 就是请部落的9个资女到我们库房 去做各种资品的一个记录 各种资品图文的记录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办理工作坊 在台大交 就是资品的整个过程 吸引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来参与 那是一次很成功 然后持续了三个月的工作坊 然后现在我也在跟赛德克的部落资女 合作办资品的再制 因为很多很珍贵的资品 其实部落过去可能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透过再制的过程 也在记录图文 然后部落资女也自动自发的 开始做各种支部的教学 好分享这样的经验 就是可以看到说 其实博物馆的合作是一个 非常非常长期不断在进行 而且可以创造很多很多可能的一个场域 那今天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几年来 东部的博物馆跟策展也非常的蓬勃发展 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三个 在东部的 就是在东部有三个 这几年很合作的 很成功的展览的策展人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第一场是请一步来分享 坎丁百年部落展 这个展呢 其实是经过部落青年 经过一年的填调 然后收集各种老照片之后 在2018年开展 然后让部落的 就是可能过去并不是那么 就是在外面求学 然后不是很熟悉部落的年轻学子 也可以看到部落百年的历史 那第二个 还有这个展的羽谈人是邱建雄 独立策展人 那第二个展的 第二个展我们是邀请到 海端乡互农组文物馆的南乌斯 他来分享列列的电影这个策展 这个策展应该大家都清楚 就是蔡英文也有去参观 那这个展非常特别 而且好像还 是刚刚结束吗 这个展 等一下可能那个海端乡 可以顺 没有老师您先 好等一下可以分享 就是这个展其实是有一批日据时期 到国民政府时期的老照片 就何美老先生所收集的照片 就是非常非常因缘臭巧的就带到了 就是海端乡的文化馆 然后呢 车展人非常有心的 透过这一批老照片去呈现在历史过程中 有各种不同的行动者 多元的心声跟多元诠释的可能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大家更多去看待历史 一些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那宇台人就是伯刚 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最主要的organizer 他其实因为熟悉所有东部的情况 所以就是费了很多的心 那就是这样感谢伯刚 那第三场是由拉奥 主要分享的skate回路主题展 跟鲁骂80系列特展 那拉奥也是我认识非常久的一个 Sakiraya的年轻人 他应该要呈现的是 就是Sakiraya其实因为分布很广 所以在每个地方或许有他不同的服饰 音乐仪式等各种样貌 我想应该会分享这个方面 尤其在就是证明之后 Sakiraya证明之后 虽然一开始会有火神器 会有一套服饰 可是现在陆陆续续有更多的服饰出现 所以也会去 我想拉奥也会去呈现 其实历史的这一些过程中 恭喜Sakiraya应该也会有更多元的面貌 不断的出现 那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位 这三个这三场的 就是主讲者跟语谈人 第三场的语谈人是蔡文静 是东华大学竹文所 那等一下更多的背景 或许柏刚可以再进一步的补充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柏刚是要现在补充 还是我们要直接开始 老师那我想是时间关系 那我们就待会就直接开始 好那就是每一场的时候 可能再请柏刚可以补充 然后因为我们戏上等一下临时有一个会议 我大概2点20的时候离开 然后会议结束之后会回来 那就这过程中就完全请柏刚来主持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声音在 我不在的时候也会更畅所欲言 就是所有策展过程的干苦谈 或者是就是很多很多可以去跟别人 分享的一些经验 好那我们就现在请一步先开始 堪丁百年部落展 好谢谢 OK好那在那个一步开始之前 我这边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们这次由台大原民中心所举办的 这样子的讲座 那待会我们会有三场 那每一场我们目前是规划是50分钟的时间 那因为都是策展人 然后都有非常强烈的特色 然后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跟内容 所以我们每 我这个organizer其实 其实做得很轻松 就是交给大家去自行发挥 那我们这边大会这边 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为了那个以利于待会的会议进行 请大家就先暂时先关掉麦克风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旁边的留言板 或者是待会就是如果主讲者 他愿意想要跟大家做一些 更及时的互动的话 那可以善用这个举手的功能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场就是由伊布 Fit Choupang的第一场 就是坎丁百年的这个部落展 那也感谢刚刚主任的这样子的一个 纲要式的介绍 那我这边再简单再补充一下 两位讲者的一个简单背景 那首先伊布老师 伊布达基斯吉巴南 胡依如小姐这样子 是我们秘密基地的工作室的主持人 那他其实本身也除了是一个展示 策展人策展者的一个背景 你知道其实他更主要的是 他是那个就是目前在传承 那个布农族的这个传统资品的一个 还有这资品在创新的一个 新一代的很厉害的子女 这样然后我昨天才听完他的分享 然后非常的感动 那秘密基地是他的工作室 然后他的部落在台东海端的坎顶部落 那邱建伟邱胖就是他 我们很喜欢这个历程 就是我应该这么讲 如果是用独立策展人这样子的身份 来形容他好像没有什么温度 那实际上就是邱胖是我非常非常 喜欢的一个好伙伴 占有这样子 那他是一贯是以非常温柔 而且非常温暖的态度 跟社区一起来做事情 那不只是在原住民族的部落里面 也包括了台东地区 比如花东地区的各个不同族群的社区 闽南人的客家人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才从他刚刚在池上 道明元祥馆的这个展场过来 那待会也是非常开心 就是能够聆听到两位的很精彩的对话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了两位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欢迎大家 是在叫我吗 好 我们先分享一下荧幕 我们今天的方式会 我们想说不要那么严肃 所以我们两个会用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这个主题 那我是这次语谈人 我叫邱胖 然后坎鼎有个名字叫比练 然后我这是我们主讲人是 对 我是那个胡小姐 对 我是邱建雄的弟弟邱建伟 我会不会太嗨了一点 好 大家好 我是伊布 然后我的家族是伊斯坦娜的基本上 对 好 那其实今天很感谢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相处 所以我们想说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没有是 不是一个讲很长 然后再一个语谈 我们想用比较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到底这一次我们在做 我们在坎丁百年到现在 到底在谈什么样的事情 那首先我们先有一个结论 我们从结论开始 这是一场不做不会死 不做不会死 但做了会成为很重要的历史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或许大家可以听完 今天这个小时的分享之后 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触 跟结语这样子 好 那这是我们坎丁百年的 当初也做了一个logo 这位是设计者之一 设计者坎丁百年的logo 那我们是从家族历史到地方知识 这一路上四年的时间 其实很多的感触 那展览对我们而言 永远都是一个节点 展览以后才是故事的开始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 我们这一次会花比较多力气 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到底展览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过去很多经验是谈 怎么策展 怎么地方工作 但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展览以后 我们怎么跟地方持续产生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会花蛮多时间 跟大家分享 当然我们还是会讲一下 我们当然以前做了什么 百年展怎么做 但是我们会花更多时间跟大家分享 到底百年展以后 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部落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 跟很宝贵的景点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衣服少女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两个到底是谁 好 来 对好 对好 我是有小挑的 然后我是生活在这个部落 这个是台东县海端县坎顶部落 它其实离观山非常近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观山坎顶 可是其实不是 我们应该是海端坎顶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无意间发现 发现自己的部落在1917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两三个人 已经在那个地方开始有狩猎的行为 跟种植小米的行为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算起的坎顶百年 对 然后坎顶这个名称不是 不是我们去取来的 而是在以前我们是叫李龙山 他说是日本人给我们的一个名字 叫做李龙山 然后后来因为国民政府之后 他希望我们还是有个部落的名字 所以因为李龙山 李龙山是属于在观山的李龙的社区 他觉得太像了 后来是因为老人家 他们可能常去镇上买东西 然后山下的汉人就问老人家说 你们是住哪里 老人家就是指那个山上那个地方 然后汉人就说 那就是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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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 所以后来我们部落就是叫做坎顶部落 对 所以这就是坎顶部落游览 所以一步是来自坎顶部落的伙伴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策展团队 有我 5年前的我 5年前的我 然后再就是还有我们的宋娘娘 最美丽的宋娘娘 对宋娘娘 然后再就是我们家的小妹 不好意思 再就是我们家的小妹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这个邱建雄的哥哥邱建伟 其实我的部分的话就是在部落里面号召年轻人 然后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后各个人都有各个的角色 像是美妹的部分比较是属于在做文宣跟展板的部分 展板设计的部分 然后馆内的宋娘娘跟那个邱建伟 他们就比较是在于我们分配 可是比较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我们 然后让我们比较知道怎么去做展览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展览 对展览是完全是不是很熟悉的 所以那时候透过服务馆的一个系统化的去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展览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部落里面办了一个好像听说是最短的一个展览 五个小时 对 然后当然不止我们 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很多一些部落的青年的力量 对真正在做事的虽然是一群人 但是实际上出一点力的是更多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哪怕是哪怕是出席 就对我对部落来说是一种青年的力量 好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起办的展览 所以那一场展览是非常多部落的人来看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我们是故意办在清明节 部落其实有三大节日是最多人会从北部回来的话 就是一个是过年 然后再就是清明节 还有一个是端午节或者是中秋节 因为他们就喜欢回来烤肉 清明节是大家一定会回来 因为清明节是一定会放假 然后也等于是祭祖然后扫墓 然后就特别办在那个时候 刚好这个坎丁百年 他其实是有点在是缅怀之前的祖先 然后看见过去 然后再把彼此的心细回来 然后透过展览 然后让部落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历史 然后才知道说我原来部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 而且是环环相扣的 大家都是亲戚 对 好那接下来第一个阶段 我们来一起聊聊看 那我们到底展览前到底做了什么样事情 那时间要拉回5年前 拉回5年前 5年了 我们那天在算的时候就5年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5年前的我们 好我们从我们那天开始谈起 对好 在我们还没有在做这个展览之前 我们其实是透过了艺术深根的老师 然后他就鼓励我 有没有想要在部落里面做一些田调跟历史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也好 那我们就是找了几个年轻人 所以在没有立案的组织下 我们只是一群年轻人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堂课我们就是上了这一堂课 就是我们想要了解坎顶部落的迁移史 然后在听齐老在讲解坎顶部落的由来 他就说坎顶在1917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开始在这个地方 开始有守略的情况 那时候刚好是2016年 2016年对 然后我们就在算说哇 隔年就百年了 这百年其实听到了百年 就觉得好想要记录这个百年的事情 因为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会就会过了 就可能是下一个两百年吧 然后但是真的被我们刚好在前一年 听到这个百年 好像是一个记事 应该要把它好好记录 所以就这样子随便 我就随便的po在网路上 坎顶要百年了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对 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想要去调查 部落里面的迁移史 我们就发现其实对迁移史很了解的人是猎人 因为猎人他们有他们常常回去山里面 所以他们在走的那个路都是以前老人家会走的路 所以我们有请两个老人 请一两个老人家 就猎人来带我们回去他们的猎寮 然后试着用走的过程中顺便认识植物 然后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知道说 他们猎人的习性大概是怎样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可以透过了解猎人的分享 我们才知道以前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部落还有一个石板屋 而且还是石板屋 那是因为他们迁徙下来 然后在山上工作盖的一个公粮 但是他们盖的非常漂亮 连地板都是石板 然后他们有讲的一句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们只要迁移到一个地方 就会种植一种一个作物就是铜树 我说为什么要种植铜树 因为铜树是布隆组很常运用的植物 就是他们布箱 就是织布的布箱也会用铜树 再来是蒸饭的木桶也会用铜树 所以我们就会看铜树是迁移的一个指标性的作物 好 然后就因为Polo文 所以就被石前环看到了 送完娘娘 就送娘娘送娘娘对 然后很感动的是他利用了一点点的经费 虽然这是一点点的经费 但是我相信这经费 他不足以让我们只能够做小小的事情 我们其实都把这些事情都把它放更大化 因为百年是一个祭祀 想要让他在百年的时候留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因为办了坎顶百年这个Logo之后 然后坎顶国小的老师就觉得说 这坎顶百年到底是什么既然是社区的事也是学校的事 所以学校的部分就请我来分享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就透过了工作坊的方式 让孩子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坎顶百年 主要就是要让孩子们记得住他的家族民 所以那个场次让我印象深刻是让每个孩子记住家族民的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杀猪工作坊 因为部落的年轻人也跟我说 姐姐我很想要学怎么杀猪 因为我们很难得有一群年轻人可以在同一个场合杀猪 一般都是可能家族的小孩 然后跟着起老做事 可是通常不是主动权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杀猪工作坊 然后也是情义两个老人家 两个老人家就是站在旁边说你们这个猪要怎么切 然后这个切法是属于工作的切法 另外一种切法是属于结婚时的切法 所以透过这种工作坊其实是用身体去记忆智慧 然后也是传承文化 所以到现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些部落的孩子们 是很愿意参与像很重要的结婚是一定要杀猪的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会很主动的去参与这个部分 然后在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在做填调的过程中 其实还有学到了怎么去画地图 因为我们要做迁移属地图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有请东大的 东大的老师林敬秋老师的部分也是教我们做那个google map 跟story map的部分 然后透过点线的方式 然后一一的把老人家的迁移属逐渐画出来 然后记得在画出来的时候 我是在填调达斯达兰家族的阿公 他是唯一一个还有从山上走下来的阿公 当我整个把它画完的时候 那个阿公就跟我说 伊姆你可以按照我这个路线回家了 因为你已经画好了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办了一些老照片工作坊 在部落里面其实有收集到将近两三百张的老照片 因为部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人 他只是想说他在部落就是卖照片 他拍了几张他就洗了几张就到处卖 结果没想到这些照片会变成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些记录的影像 然后像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我的阿公 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我跟我阿公唯一的合照 因为我在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阿公就已经往生了 所以透过老照片工作坊 竟然可以在这种时空不一样的地方 我竟然可以跟阿公合照 所以这是唯一一张的合照 好 那刚刚大家也大概听完了 我们大概在展览前做什么样事情 他那天调有很多种途径 大家可能除了比较大常听到口述 或者是文献之外 在坎顶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填野去记录 我们想要尝试将Memory的记忆转换成Skill的记忆 所以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有照片 有工作坊 有不同的模式 然后才成就有这张坎顶版年展 这是一档只有5个小时的展览 那这展是什么样的展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现在看到的图就是那时候办的坎顶版年展 我们特别有让大家一起留下来拍照 当然不止这些人 然后但是就是能够留下一张照片 其实是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改变 这是我们在办坎顶版年展办的合照 其实后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板 一个是左边的部分是一个是坎顶的空拍图 那也是一个部落年轻人拍的空拍图 然后它是无条件贡献给坎顶 对 无常奉献给坎顶版年 右边的那个是坎顶的老照片 就是坎顶他们当初来走上来的路径 就是都是石头路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空之下 我们其实是中间那一带的人 对 然后想要透过什么 然后去把它合影下来 然后这些照片的人 目前已经大概有四位的老人家已经离开了 对 所以坎顶版年很重要其实是跟大家 我们的副标是MUSKUN GATA GRUMA 就是想跟大家从过去走到现在 所以它有这个展览的出现 好 那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有一句很 我们团队里面有 大家都会有一句话调戏彼此啊 就说你们已经迟了10年 那这句话谁跟我们说的 这应该是义行高男家族的 对 因为他们已经是 义行高男是 坎顶第一个迁移下来的家族 然后我们访谈的是他的第四代的孩子 然后那个其实孩子是长辈啦 是我们就要叫他叔叔了 对 所以我们就问他一些关于前一时的部分 他就说你们已经迟了10年 如果你们可以再找10年 其实可以调查的更多 对 但是还好 我们有个小惊喜 好的 好 那当然做展览会有一个这样的时期 我们一开始会怎么样 很开心 很开心 我说好多田野可以跑啊 好多可以问啊 就当我们把这些田野的资料啊 录音档啊 然后重复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好 我现在有个疯狂前进的时间 先缺一开始疯狂田野嘛 但当我们今天开始打竹字稿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样 就像有这张照片 就开始呈现一个呆滞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竹字稿要整理 当竹字稿要成为展览的展板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考验的过程 要用什么样的语绘 要不要收成很漂亮的文字 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呈现 所以会有一个摆制期 或卡关 我们有卡关一段时间嘛 有一个小卡关的时期 好 然后卡关之后呢 我们就会 当然就会有些伙伴 我们开始找出突破的方法 所以我们开始会怎么样 很开心 开始互相分工啊 开始怎么样怎么样 我快发现Oh my god 一份工作怎么样 工作一堆 所以会怎么样 开始这样开始厌世 诶 到开展前 这开展前两天嘛 前几天的时候会怎么样 非常厌世 就是那天我们在吃什么啊 韩式料理的时候 这个很像是韩式 对 然后他就 我们车展人就已经倒下了 他就开始谈那边 我说你怎么样 很厌世 哈哈哈 很厌世 对 好 那我们有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好笑的是 我们讲从 胡麻油到 坎顶百年 有什么样的故事 对 因为 当初我们就想说 如果搜寻 坎顶百年的话 会不会就是 一下就出现 坎顶百年的网页 那样子 结果没想到搜寻 坎顶百年之后 就出现了 屏东 坎顶 胡麻油 对 所以我们就想要 赶快超越 屏东 坎顶 胡麻油 所以一定要变成 一个坎顶百年 对 我们能够连续 两个月每天都在 自己搜寻坎顶百年 然后连到我们自己的网站 那时候自己努力 架了一个网站 我就每天这样 点点点点 所以大家要去搜寻看看 应该还看到我们 我们应该还是 胡麻油 哈哈哈 应该还是 好 那这个展览 其实最特别的 其实是 在这个展览里面 有博物馆的人 有部落的人 我们都尝试着 因为以往展览 大多是外包出去 但是我们当时 博物馆在执行的一个计划 叫博物馆系统与 在自房路整的计划 那个时候承办人是宋文 然后说我们是一起的伙伴 然后 这个计划很重要 其实是让大家找回 策展的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从空间 从设计 从文字 我们都可以尝试自己来 因为那是一个很深刻 很深刻的历程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姐姐自己做设计 然后这边这位伙伴 他要田野 要写文字 要写教稿 我们还有伙伴 这样子 其实我们都可以 我们那时候 我们都死前管到凌晨 是不是还点那个什么 麻辣锅是不是 对 我们还吃了那个麻辣锅 做那个麻辣锅 对 然后一开始可能 应该说我们都 我们都跟博力彼此说 现在你可能看不到 这个东西的成果 但是它已经在不远的将来 五年后的现在 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没有感触的 对 其实没有感触的 对 好 那我们就要进到 谈定百年的介绍 因为那张 就是我们那时候伙伴 自己做的海报 你念的做的嘛 那时候 对 我们跟他一起练习 做海报 用排版 尝试练习自己试试看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张 谈定百年展 谈定百年展 那这张图是 应该要最后要上页一下 好 来来来 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海报其实是很少出现这么多感谢名单的啦 对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 所以其实都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把它打上去 对 讨论对此前 这个海报有四分之一是感谢名单 对 因为我觉得 有放名字上去就是对他的一个尊重 然后当然他也会觉得很感动 这样 另外就要提一下 这个展览办的地点在部落的聚会所 是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篮球场 篮球场 好那这张图是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部落里面办的说明会的时候 其实就想要就又你有跟部落的人说 我们想要做部落的牵移室 然后让部落里面可以一起参与 所以这张图是我们跟部落里面共同参与的 我们就是输出了一个坎顶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也有颜色的贴纸 就是看他是哪个家族 然后就让他一一的贴上去 所以这张图其实大家都觉得这张图非常厉害 因为田调者可能都会是错误的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他是哪个家族 反而是由他自己贴 是更熟悉他自己的家在哪里 但是这张图也是我们最雷的一张图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家族 可能搬到那一家去说我们又要赶快改 所以一直到后面都在叫搞的就是这张图 没错 好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那天开展的现场 对 你可以讲现场大家是什么样子 现场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搭了一个竹子 然后 竹子展架 对 竹子的展架 然后就是把那些展板能够挂上去 这样子 然后当然旁边还是有放一些老照片 因为我们还是有收集到部落的一些老照片 让部落的人可以一起回味 然后一起看 然后甚至是看看自己的阿公阿嬷以前是多么的帅气 然后甚至是看现在的酒鬼 以前也是曾经这么的帅气这样子 然后中间这张图 就是一群壮年就看着坎顶空拍图的时候 真的很听到他们很多的感慨说 哇 原来现在坎顶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在下面的小图是 我们还是有输出一些坎顶的旧址的分布图 然后让他们更知道说那些旧址 大概里这边大概躲有 那透明版画 点那个点 对 好 这是我们的展板 对 然后要特别讲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提到的那个阿公 就是Dakistaran的阿公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用点线面 把它点出来的一个图 但是我们是请艺术家再重新把它描绘 用很活的方式把它描绘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文献资料 我应该是只有部落里面的人可以访谈得到 因为那个阿公他在访谈 然后他都觉得他讲的人是我认识的人 因为他觉得我是部落的孩子 所以你看他的他最后那一句话 他们在过了星舞 然后在经过德高的时候看到牛车 然后他们就上了牛车 然后在德高的时候看到火车 然后第一次看到火车很惊讶 他们就跳下火车跟火车跑步 然后从这个文字内容 其实你们也可以去看说 他们被日本人签下来 反而他是快乐的 是没有看到他的悲伤 是因为这个阿公那时候 签下来是8岁左右 所以他只记得 小孩子那个年龄 他只记得他快乐的事情 是他要记起来的 然后他也只记得说警察局 后面有可以发糖果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再往前20年去填掉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资料 可能会是比较是有一点点讨厌日本人的那些资料 但是我在往后这几年填掉的资料 已经是那个阿公们都是很想很想去签在砍丁 所以他们只记得他们快乐的时光 嗯 那大家看到的展板或许你就觉得 怎么张 但这是我们用部落最熟悉的方式做的展板 这个展板是他妹妹亲手做的 他妹妹是个会计 这是他第一次练习自己拍展板 所以那份冲击跟感动会比一个美美的展板 更让他有相信自己的动力 好那就是我们活动现场 那时候布置了一条星光大道 对 为什么要布置星光大道那个时候 对因为我觉得部落的人来到会场 应该要特别 因为部落的家族其实很少一起口罩 就是也很少说穿着族服拍下一张照 可能一般也都是手机拍 那个画素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一些志工 我们就请了一些摄影的志工 来帮大家把家族的照片 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未来十年后再拿回来看到 一样是值得很感动的 所以这个展场本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你看 我们慢慢从开始从衣服 听觉到白年了 到一群人慢慢的投入 这是一个缓慢却深刻的过程 对啊 你看这个蓝色衣服的 他今年都要生孩子了 对 所以不饶人 对 然后这也是那时候帮一些 阿公他们留下来的一些身影 对 所以他现在这里面的九个老人家 已经有两个离开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展览 我们都当做是一次 都当做是一个媒介跟可能 就是我们会 希望帮老人家有一下影像 对然后像我们那时候 阿公在过世的时候 特别跟我们特别说 可以帮我整理一下那时候阿公的影像跟照片 再告别的时候可以播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都蛮感动的 有为阿公留下阿公的身影 然后就是下一个世代 对 这就是年轻世代 未来的十年会希望他们能够再做一次 在肯定第一年 在肯定五十年 然后大家还记得开始我们讲那句话吗 老人家跟我们说你们已经玩了十年了 在做完这个展览之后 我们跟彼此说 还好我们只持了十年 就是永远不嫌晚 开始很重要 开始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是 那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呢 那大家好奇 那到底展览以后 我们常说展览以后才是故事的开始 那到底展览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 一个跟大家分享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一个孩子的日记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 这个孩子就是在参与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参与肯定百年的时候 会这么有心的 所以当我们就是那时候去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 也是因为我们办了那场肯定百年之后 老师就觉得说 与其带孩子去家民虎 为什么不要回去自己的老家 所以我们四月半谈一百年 我们五月学校就马上说要带孩子回去自己的老家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带着这个毕业班去 就是邱氏家族的老家 就在南山也很近 所以那两天一夜跟他们相处 就想说他们要毕业了 然后去送一下他们 然后结果我们就偷偷翻到他们的日记 毕业写日记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新的 他说每当看到大人自己的照片 心就有无限的感动 听着他们的故事一个一个都非常特别 而我最开心的是记者访问我的当下是最开心的 可以了解自己的迁移及文化等等 我也希望以后能再办一场的活动 想让其他人都知道有一个名叫砍顶部落 这个是弄写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团队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感动 很多事情好像就会慢慢 不是我们预期的 但他会有很多的发酵跟可能 发酵跟可能 那这第二个故事是这样 这弟弟他叫做周应龙 然后他后来是把衣服把他拉进来这个团队里面 然后他衣服特别指 衣服把他 对 我跟你说什么 衣服把他 他把衣服 衣服把他拉到团队里面 然后衣服指名要他去做 Navuran的迁移史 他那个时候很坚持 他希望他去认识自己的家族 所以在天交过程中间 他慢慢他以前都会讲说我是周应龙 他慢慢开始会讲说我是Umas Navuran 然后这个战争做完之后 他突然跟我们说 因为他妈妈是排湾族 因为家庭的关系 他们其实是分开的 他就说哥 我想找我的妈妈 我说 你真的要找吗 他说对我想找妈妈 然后说可是你要妈妈去行吗 没有 没有 他说可是我只要在牡丹 所以我们就隔天就约了 我们就马上说好 那我们就出发 然后他脸书上有限制叫他妹妹 然后说只要他们坐在牡丹 我们就开始到处问 结果不久之后 真的让我们找他妹妹了 我们就找他妈妈 然后他跟妈妈就重逢了 然后他的名字就变成叫做 Umas Navuran Dengas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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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完整的不同族名字 透过这坎丁百年展 他找回了属于自己完整的名字 从周应隆到Umas Navuran Dengashia Dengashia 这是一个 我们觉得大家身上看到我们这个展览 很棒的一个价值存在 让孩子练习找回自己完整的名字 可以骄傲的说自己是谁 我这件事情是坎丁百年展 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环节 大触之外 我们也送走了很多人 对 这个 哎呦 周深很想哭 要忍耐 对 然后这个照片其实也是我们当初 在星光大道的时候 然后留下的一个照片 这个阿公其实他是很支持 我们的每一场的办的展览 然后这个阿公在去年离开的 去年离开 年初的时候离开 所以其实我们我就会写说 因为我在填调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一个语词就是NAS NAS NAS就是对于死去人的尊称 所以我在填调 他都是叫他Dama Lasta 可是他死去之后 我确实要叫他NAS Lasta 所以下面的这个国字 就是另外一个弟弟写的 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展场里面的一个主持人 就是他也是布农翻译的一个青年的部分 然后他就说他在梦中他听到这个阿公跟他说要加油 所以我们这赶金版人展到现在 其实蛮多老人家都陆续的离开了 陆续离开 然后但衣服他总告诉他总说 还好他已经记下这些故事 然后再这样子肯定他 这样子对好 在这之后我们决定开始找什么 找名字跟祖谱 跟祖谱 然后其实也是要证明自己真的是从哪里来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日子期的户籍 也是他的一句话开始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历程这样 我的一句话是什么去了 你就说我们要做 因为那时候其实馆内都在做日本族谱的 日子时期的户籍的调查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想要办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联系这个过程中我还在意大利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明明就是隔一个礼拜就要做这个工作坊了 结果部落里面的人都还没有去调户籍资料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赶 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想要知道名字 而是想要知道自己真的是从那个地方迁移下来 然后所以当看到那个纸上 我们真的是从那个地方迁移下来的时候 好像有点白纸黑字被证明 好像就是一个历史上 历史课本上的证明说你就是从那个地方下来的 然后再透过里面的一些资料 才知道说哇 那个名字真的是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然后我也突然发现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叫Evo 因为我一直听说我的名字应该叫做Maitar 但是因为我的上一代他不是上上一代他不是很好的离开 所以我就是没有取Maitar那个名字 所以就直接叫一步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很重 我们是我们从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后来发现 因为名字是有逻辑在的 对其实是有逻辑在 它关系到很多 甚至关系到马沙姆这件事情 对所以找回孩子的名字变成是这个展览以后 我们开始的一个小小的行动 小小的一个运动 然后那时候我们大概做了 做几个家族啊 有 以信高南 巴拉拉维 达克斯大南 还有达克斯巴南 都还有我们做了蛮多的家族 对 主要重点就是部落我们在提到的过程中 部落都有讲句话说 我们跟那个谁谁谁是亲戚 但是我们永远搞不清楚 他我们为什么那么亲 然后透过了主谱的这样子调查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叔叔的 谁谁是跟谁谁谁有关系 所以就透过这个白子黑是能够更了解 自己跟部落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然后做完这个主谱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情 就是我们那时候参与我们的一个哥哥 对对对部落的 有一个3062出现 为什么这个3062 对部落就是有一个旅外的年轻人 壮年人 他就是看了 坎丁百年5个小时展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很感动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放这些资料的 然后他就说我有一个闲置空间 就是老屋 然后可以给我们使用 所以那时候刚好就联系上了 北科大建筑系的教授 然后来做一个三方的合作 北科大的部分是在修筑老屋 然后部落里面的人 就是做填调的部分 然后再就是使钱馆这边也是参与 宋恒姐这边也是在做一次的展览的规划 对做展览空间 对就是我们新的展览 对对因为这场展览 然后这个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我们要规划一档展览 我们要把坎丁百年搬到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个同时呢 衣服也带着孩子们上山了 这张照片其实蛮感动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们第二年 坎丁国小第二年回老家 我们去伊斯坦大的老家 也就是我的老家 所以老师是希望我能够在山上那个地方 然后能够帮孩子上祖谱的课程 所以我们就 我就是带着孩子 把他们的祖谱一一的画出来 所以其实这孩子 他们只认识到他们的爸爸跟叔叔 或者是阿公的那一代 再往上一代可能要再问老人家 然后刚好我们这次同行 都还有带一些部落的祈老 所以有些孩子 当他们开始画到第五代的时候 他很感动说 他就马上拿着这张纸回来 给我说老师 我竟然画到第五代了 我好高兴哦 这些名字我终于知道是怎么传下来的 但是这个孩子他马上就发现说 但是老师 为什么我家的这个 哈利鲁是没有传下来的呢 我就说因为你阿公已经没有办法再生男生 所以就没有这个哈利鲁 但是这个弟弟的头脑动很快 他就说 那如果我的爸爸再生的话 就会有这个哈利鲁了吗 我就说有可能 可能会是 因为看那个名字排系可能会是哈利鲁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他爸爸去年就真的把哈利鲁生出来了 把名字申回来 然后他就讲把名字申回来 我们的核心是把 所以那个时候 实验馆的宋恩就跟着 我们就是 我们这边负责户籍 然后宋恩恩负责的展览 就快把这个展览就这样送出来了 他的名字叫做 我的名字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好 这是我们展场 我们展场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那可能我们放了多少东西 好像蛮多东西 我们有千玺 有氏族 然后又有放我们西渡 然后放沙姆 然后放孩子们的心得 还有他们上山的历程 对 然后我们还要解释了交换婚 交换婚的目的 我不知道 忘记了 好 还有交换婚的制度这样子 这是开展的展场的样子 这展览很小 这展场空间很小 但却是里面满满的重量 这展览很酷的事情 我觉得他 一不做一定很棒的事情 就是这个展场 每一个人导览都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因为这个展场 其实里面有13个家族的故事 然后其实我们没有把每个家族的故事 放在里面 因为我们希望不同的家族导览 会有不同家族的故事 就像是 如果是我导览一定是 我一定是讲出我家族的故事 然后如果我下次是请 南阿乌乱导览的话 他一定是讲出他家族的故事 他其实是会比较 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我讲别的家族 可能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 我也没有那个立场 讲别人的家族 但是我可以很有立场 很大声的讲我家族的故事 对 所以让展场留下一点空白 会衍生出更多故事的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 展场空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的 隔了两年 对 堪廷版年都隔了两年 对 的大合照 这个照片的老人家也是 离开了两个吧 对啊 也是陆续续的走了 所以 也是蛮触动的 蛮触动的 然后有趣的是这个之后呢 竟然开始跟国小的本位课程合作了 为什么会合作这个东西 对 然后堪廷国小的老师就觉得这个 这个场域 这3062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知识库 所以他就觉得这边很值得跟学校做一个课程的合作 所以他其实就把他列入在堪廷国小的课纲 所以第一年孩子们要先认识自己自己叫什么名字 第二年要认识自己的家园 就是认识堪廷部落 第三年就开始要认识自己的家族民 自己是 然后第四年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自己从何而来 然后第五年就是开始做一些族谱的部分 然后第六年就是真的带孩子回家 所以这边真的要特别感谢 就看国小的支持 还有朱连慧老师的见识 朱连慧老师真的是很努力这方面 还有松微喜持续的推动 其实蛮 出场好像蛮多这种学生的本位课程 我觉得他很幸福 从一到一年级都有跟文化相关的各种 然后这空间现在也成为部落的 文化知识库 还有一个解说的舞台 对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展场是可以训练多更多的年轻人 站在这个舞台说话 然后所以像是现在站在台上的舞台是我们目前最年轻的 导规的导览解说的青年 所以他目前国二 国二了 对 然后也有办一些 也是有跟时间馆办一些解说导览的课程 然后让部落年轻人可以参与 所以这个弟弟目前是很棒的孩子 就是把这块布怎么样的织法 怎么样去把这块布置自己的方法 对 而且有时候学者他来部落里面访谈都是只填掉一个人 那其实那一个人的说出来的话其实是不代表整个部落 就像是我们在做部落填掉的时候 我们还要做很多的穿插比对 才会知道那个真实的故事是什么 对 我们都说没有绝对的真实 我们都不同的说话跟不同的头巾 慢慢接近真实 这是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对 那我们到底可以留给孩子 什么样的白年 我们在想我们到底可以留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白年 所以刚回到刚前面那句话 这东西不做不会是 当然做了会成为很重要的历史 没错 好 那可以停止不前 那时间不会 对 这两个这个孩子是 这个孩子从那时候还被抱着 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了 对 他们家族是 Dakistaran Dakistaran家的 Dakistaran家 他们真的是每一年都参加我们的活动 从那时候卡米版 到后来红黎世纪 然后到这个展 他们家族是每年都参加 这个孩子我们真的是 从小开到大的感觉 对啊 其实蛮感动的 好 那这个展最成功的是 一群人一起犯错 跟一起面对 我们 我觉得这个展览最重要的 它其实是 它给予犯错的空间 跟面对的可能 就是我们没有 它不同于博物馆 可能说事情 它可能都要到位 这个展览接受各种犯错 跟可能 我们错了就是调整 我们开始很多不会 对 所以 Dipo有说 他觉得最成功的其实是 大家可以一起 对 一起犯错 一起变好 一起面对 一起待至 一起非常厌世 对 一起非常厌世 一起吃 一起吃 对 哈哈哈哈 好 对 那最后还要强调一次 对 我是母亲 也是知灵 也是策展人 这三个东西有什么 为什么是讲这三个 我忘记了 母亲就是生活 子女是我的文化的意涵 然后策展人就是知识 就是会讲 其实这三个东西 看市面有关系 母亲 支女跟策展人 他们其实都是在传承 母亲传承知识 支女传承记忆 策展人传承文化 看市面有关系的三个职业 但其实我们都要做同一件事情 传承 传承 传承我们的知识 传承我们的文化 传承我们的公益 所以他 我都说他是一个 这典型的 我们都很感动 就是有这样的策展伙伴 对啊 所以是也是我们 宋传娘娘一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线上 拿黑家说点话 对 只给他一分钟 30秒 好 那这是那时候 衣补在 在我们策展的时候 写出来一段诗吧 对 然后你给大家听听看 对 因为在做策展的时候 会幻想自己是诗人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上面 就是孩子啊 你的期待在哪里 我们的期待是 属于布农苏的期待 那样子 因为这个期待也是 我在填掉的过程中 老人家给我的一些想法 是因为 那个老人家很无意的说 他的长辈跟他说 你要记得你的期待 还在山上的家 所以这句话 我把他当成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只是期待而已 但是我就觉得他一定有什么点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再去问了很多老人家 老人家说 以前他们的期待掉下来之后 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把他放在门口 男生会放在大门 然后女生会放在窗户 我觉得他就说这就是要带 要告知这个家里面的祖林说 现在有一个新生命在这里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他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阿嬷的爸爸 妈妈是想要跟他说 你要记得当你离开之后 你的灵魂也会回去原来的那个地方 然后大家也都看了这一首诗 孩子们外面的人把我们的巴西布布当成宝藏 收藏在博物馆放送在世界之间 那孩子你知道吗 一个人是唱不起巴西布布的 孩子当你在书本里看见八部门 听见别人叫我们是布农主 但是你还记得我们的巴西布布是怎么开始唱的呢 如果我们都只剩一个人 忘记把彼此的手牵起来 把互相扶持的圈围起来 不在歌声里练习唱好自己负责的位置 那要怎么把感动传达到给天上呢 这是在部落里面看见长辈们 他们在唱那种力量 然后就觉得一件事情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做 才可以把事情做好 对感谢策展团队的每一个你们 你们在看我们的也是策展团队之一 只要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都是策展团队 然后我们就觉得骄傲的拿起自己的家族 真的是很高兴的事 说自己是哪个家族 然后再拿起自己的家族 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 没错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大家在谈当代博物馆的样貌 博物馆当代的样貌 我们都在尝试解构博物馆硬式的载体 然后让它再建在部落 但是我们不是要把一座博物馆盖在部落里面 可是透过策展怎么样去持续的影响 很绕动 成建构一个新的样貌跟价值 对部落里的策展两个字会许陌生 但是当让他们练习这个历程 反而是更重要在这件事情的实践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文化在线 文化在线 透过策展作为一种路径 我们尝试不同种回家的方式 透过文实 透过家族 透过家族 我们慢慢的在找回自己回家的道路 我们就找回自己回家的道路 那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那时间我们想说 好像也还好就没有看这个影片了 然后最后 还是你们想看 希望下次听见你还无心 对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4分钟 所以我们就 看个影片 没有小置入一下 除了这档展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伙伴很努力的策展 比如说花莲兽风馆 有一档龟土展 谈的是七角川战役110年后 当代出发 谈战役我们会知道悲壮 可能会知道难过 但是也没有可能从当代看见一个战争的样貌 当代怎么样寻找 当代寻找资人桶的过程越辛苦 就能理解到战争留下的伤痕越大 然后当然成功有一档展览 快结束了 在10月要结束了 成功这档展览就是谈的是当代 我们当代过去的链接 透过遗失跟透过海岸线的设计 看到时代浪潮的变迁 然后在万荣有一档展览 就是在讲他透过看历史有种很多种方式 歌谣就是一种很一个很棒的美质 你有没有想过歌谣的变迁 其实藏着很多历史的脉络在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砍领幸福展 是明年结束 快要了 对快要结束了 大家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个 很可爱的小小展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开展的 然后谈的是饮食 饮食作为历史样貌的一种可能性 那饮食是怎么样传递历史的资讯呢 好 时间我们控制真好呢 57分 那我们是不是让大家可以提问吗 还是林松有没有在线上 林松有没有在线上吗 还是没有在线上 好 没关系 那我们时间控制真好呢 好那 最后三分钟想说 我们可以接一个现场的call in 有没有谁要 call in 有没有谁要跟我们说说话 现场的call in的朋友 有没有要问我们的问题 不然就要等到 因为拿综合论坛的时候 一步不在 所以 大家问问题可以撑现在 要要要要 要撑问题可以撑现在 他等一下就会消失不见 所以有没有朋友要问问题的呢 我们接受一个call in 觉得是沉默呢 但是在睡觉吗 还是我们其实根本 大家都听到我们讲话 对还是邓讯 是吗 真的假的 从头有听不到我们讲话吗 不是吧 有我觉得我好开心 这个下午 好谢谢 非常好 松安你要不要开个麦克风 松安 你说你是在线上 松安 他不在线上 还能听的吧 好啊好啊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们开放一个call in 我们在两点准时给他结束 最好的控场 两点 我看到梅夏老师有开镜头 那是不是梅夏老师 听完了我们这一场第一场的这个 那个伊布跟Villian的这个分享 有没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回馈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非常感动就是这么感人的分享 尤其从策展前策展中 然后还有策展之后的合作 而且很感人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犯错一起面对 然后一起待置 一起厌世 我想这是所有的策展 其实最让人感动 而且之后留下来很多可以继续合作的可能 就像我一开始分享 其实我在跟赛德克合作 做那个台大人类学博物馆跟部落合作策展 然后我们这五六年来 其实一直都在合作 就是包括请部落的主人到台大来开工作坊 然后入库房做记录 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去做各种的 资品在制的合作 然后部落就自动自发的开始做教学 做资文的记录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其实好像才昨天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 其实这个合作就是绵绵蜜蜜蜜的细水长流 所以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且你们最后还分享了东部七个馆的 目前正在进行的展览 那也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可以看到东部的文物馆这几年来 非常蓬勃的发展 而且彼此之间这些青年们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的关系 各种合作的网络 我想这是最珍贵的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刚才补充的 那谢谢老师的分享 那我这边最后想要问一个小问题 那如果大家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去看3062的这个展 我们要怎么去呢 你打电话预约 有没有专线 有没有专线 配后制吗 还是有没有 很深夜 还是什么地方可以找这样子 找蓋安娜 你又不会粉专业的 找我找我 没有你不会粉专业的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是怎么样 打电话给我好了 对啊 打蓋安娜工作坊 我们会努力回 他会努力回私讯 最快是早秋胖 对 经纪人经纪人经纪人 艺术经纪 好我们就搜寻蓋安娜工作坊 大家可以私讯 我们就会接 接这样子 然后宋文说要订餐 给订餐 他的餐真的是 好吃 好 那我们的厂次就 对 送早餐 对 对对没错 订餐送早餐 你说是吧 我们当时卖鱼 哈哈哈哈 好 博刚你没看麦克风 博刚麦克风 博刚你的麦克风 我可以请你们 再把你们分享 可以跟你们联络的方式 就留在留言 然后可能到时候 我们的助理 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网页里头 就是如果有任何 可以跟你们留言的方式 或者是可以订餐送早餐之类的 麻烦你们可以 就是有一个宣传稿 然后可以我们 我们绝对绝对会协助宣传 然后我也很想下去 那会再找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那谢谢我们 就是伊布跟Villian的分享后 那我觉得他们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第一条路径 就是从部落走进展示 然后透过展示去 整个老洞捲动部落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现在第二场次的部分 由Langus来跟我们分享 它其实是另外一条途径 那这条途径 大概就是从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地方的文化馆开始 那来探讨说我们是这些年轻的车子人们是如何从展场走进部落 然后我们串联各个不同的场馆 然后跟很多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那待会的分享是由Langus Lavarian 女士 女士吗 还是小姐来进行分享 那那个就是Langus他虾是 那个台东县海端乡布农族文化馆的馆员 资深馆员这样子 对然后也是那个我们海端乡的Bunun 然后是乌鲁部落的 那待会我们会请他来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次的这个故事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交给他 好那等我一下 我弄一下简报 好这样大家有看到 没有没有回应 好大家好 我叫Langus Lavarian 那我的名字叫邱孟萍 然后我现在是在 台东县海端乡布农族文化馆工作 那其实刚刚听完义父姐跟那个邱胖的介绍真的是 非常的 怎么讲 emotion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等一下分享的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 有正式的一个馆设 地方文化馆里面我们去做展览这件事情 怎么样跟不同的社群做连结 这样子 嗯 好那我就开始我的分享 那首先我今天会可能就是分这几个部分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先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 我 我 Langus是谁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也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原住民地方文化馆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嗯 那第三个是东区连展 为什么会有东区连展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就是讲 我们现在馆内正在进行的一个烈日迭营的特展 那它也是东区连展的一部分 好 那首先就是关于我 我是来自台东县海端乡乌部落的Bunun 嗯 然后 专长跟研究兴趣我有放在左边的部分 主要就是关于布农族的文化研究啊 那 历长规划其实也就是目前的工作 那也蛮喜欢的 就是透过一个展示怎么样去说故事 那第三个是典藏研究 对 这也是我在馆内的另外一个工作之一 那其实我也很喜欢去看这些 嗯 以前的老物件 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那再来第四个是布农工艺学习 其实刚刚一边听 易富杰他们分享 我就在旁边做刺绣 也刚好让自己的心放 就是那个叫什么 放空然后沉浸下来 然后最后一个是旧色踏查 其实这个是从大概2013年的时候开始吧 就是跟着那个自己的大妈爸爸去到山上 然后因为其实在布农族里面 就是女生是不可以一起去狩猎的嘛 去到山林里面去狩猎 那可是我跟爸爸说 我是很想要回去看以前老人家住的地方 对所以他就说好吧那就带你上去 然后那一次就是我就很努力的走 因为想说这一次如果不成功的话 以后爸爸就不会想要带我上去了 对所以那次就是走得很辛苦 但是很努力的把他走完 那也获得爸爸的认可 就是这个是可以走路的脚 好那大概是这样 然后给大家看乌鲁部落的照片 这就是乌鲁部落 那他就在南恒公路的东段 再过去一点就到立道 然后就翻过去到高雄了 对那其实我一直觉得 很幸运可以生活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管是之后的学习课业啊 或者是现在回到海端这边工作 我觉得其实部落给我的那个养分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其实我在大学以前都是 都是住在部落嘛 那大学之后才出去念书 那我觉得其实出去念书的那段时间 有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 有点被迫中断的一个文化养成 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对我来说 那个布农族的文化是很 很自然而然的就在生活周边 就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发生 对那但是其实出去念书啊 出去求学的那段时间 就是55克就一直很想要回家 对那我觉得那个被迫中断的 那个文化养成是到后来 为什么现在会一直想要去做 不管是布农族的工艺学习 或是更多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是希望让自己真正变成一个 所谓的布农族人 就这边写的这个字叫做明布农 对就是成为真正的人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大概2016年就是出去念书嘛 然后其实我2015年 对所以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外面求学 然后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刚好回来工作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想 到底之后自己可以做什么 就是书念到研究所那结束之后要做什么 但是其实就像我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其实一直想要回到部落的这个心是 是一直存在的 对所以那我觉得很幸运的啦 就是刚好2015年的时候 就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返乡青年 就刚好大家就是在一个时间点 就是刚好也都结束学业 然后要回到部落里面去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协会 叫做东部清 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 对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协会 对那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其实是 怎么说 如果自己少数的一两个人回到部落 你要做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孤单的 而且很很怎么讲 对就是很孤单 那你被定位的一个 对那如果今天有一群人的话 那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 那个力量有就更大 你也不会感到孤单 对所以那所以这几年也是一直在 东部清里面做很多 呃关于文化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的家族 爸爸这边是喇叭链 妈妈那边是习南冠 那我觉得这两个呃这样子的 氏族身份也也 呃呃包括像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支部 其实就是跟我的妹妹学 然后我的妹妹其实跟外婆 就是习南冠家族的这边的呃 技法去学习的嗯 那最旁边这个照片啊 就是跟爸爸去山上的照片 这个是一张我们从呃自己的家族的呃 以前旧部落这样子去看 往外看的一个视野 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 一个石板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照片上面有那个石板 那个爸爸说是以前他们 爸爸他小时候都要去帮忙 哎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要帮忙用那个储救去打那个小米 然后要先准备好 然后再去再去上课 然后晚上回来才会才可以煮饭 对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上面 然后放储救这样子 啊我就觉得哇 在这边然后这样子打储救 好像风景满美 那是也满漂亮 对啊然后就可以想象到就是 嗯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山林就是把他的猎场 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是这个地点是我们去年第一次走 然后他是在一个岭线上面 嗯那我们是第一次到视野很开阔的这个地方来 然后那时候在走的时候就看到地上很多那个青岗栗 嗯就是那个就是台湾黑熊 这几年比较经常出没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呃就是老房子老家的呃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呃人工的 建筑的遗购 然后是我们自己的家族的长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然后现在跟呃山林跟呃大自然是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又可以在这个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人机的地方 发现自己的祖先埋藏几代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动是嗯很满的 情绪是很满的 真的嗯 好对所以就是这几件事情啊就是我后来也在回头想到底我要成为一个所谓真正的布农人我应该是怎样去去往这条道路去走 所以这边有提到支路跟着阿嬷的支部的路径 真路我们也去秀以前的那个缠头镜就是中间的这个照片 按照以前那个布农组的老人家的走针的方式 然后山路就是跟着爸爸去去到以前的部落 那透过这种不同的路径慢慢的走向这个成为布农真正的人的道路上面 嗯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我2015年回到海端乡这边工作 对那时候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硕士就插论文还没有写完 对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就一个部落的哥哥 对那他就打电话问说 哎有没有兴趣回那个回乡工作 然后那个文物馆这边现在有一个跟台湾博物馆合作的一个展览 对然后就是有需要一些可能有田野经验 然后或是可以做文化研究的人可以一起来帮忙这样 就想说好啊 本来就一直蛮想要回家工作的 对那时候就答应了 没想到就做到现在了 对从2015年 对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因为其实对文物馆的工作 或是说博物馆的工作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不太清楚 那反正就一边做一边学习 然后那时候就就是做了那个 呃自己的工作日志 我每天写 然后联系写了100天 然后就po在脸书上面 然后旁边这些是 呃每天都会搭配一张图片 然后记录我每天的工作内容这样 对那时候我记得很 呃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第一天回来的 呃第一天工作的那个内容就是访问老人家他们对于一些 呃台博馆典场的那些文物 有没有印象啊小时候有没有做过或者是 就是要问他这些功能啊用途什么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第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访问老人家 那就这样子陆陆续续记录了100天 就觉得哎好像也差不多了 对就是反正我就记到100天后面就没有在在后续 嗯那觉得真的是很感谢有机会可以回家工作 而且是做自己也蛮喜欢的工作 好那接下来就要来到第二部分哦 就是刚刚一直想讲讲到就是我在海端香布农主文化馆工作嘛 其实海端香布农主文化馆也是全国原住民地方文化馆之一 你们知道原住民地方文化馆吗 嗯有点真假但是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讲评 好吧那没关系 就是原住民地方馆其实是199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产物 那时候就是整个政府啊政策就是大力的推动社区总体营造 那所以政府就是投入了很多经费预算 然后如果就是也希望说一乡一文物馆 就是原住民乡镇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馆设 所以那时候就是如果有意愿申请这样的经费的乡镇 都可以申请兴建地方文化馆 对那时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第三点 从2002年到2004年其实陆陆续续就成立了199间馆设 快有200间那馆设的类型很多元 所以大家现在去到一些地方会有什么产业馆啊 或是自然生态馆或是什么教育馆 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成立的 那其中这些馆设当中就有一些是跟原住民相关的馆设 那后来就是在一些中央的辅导政策之下 它就是归类在原住民地方文化馆的这样的系统下面 所以现在全台湾总共有29间地方原住民地方文化馆 那分成北中南东 那北部的话就是可能比较靠近就是乌赖馆吧 开发馆 对那这边29间馆设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园区 就是以前的原住民文化园区 那现在他们这名叫不是这名 改名叫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那就是由他去辅导这几间馆设 那海关馆的话是在最旁边东区这边 好那我们海关馆是在2002年成立的 所以到现在也快要20年了 那其实馆设在一开始兴建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包含刚刚前面提到的那其他29间原住民地方 为什么之后来会变成就是要被辅导呢 就是因为其实乡镇一些乡镇公所 其实对于要怎么样去经营一间博物馆 其实是没有太多想法 没有概念 对所以很多馆设当时那时候一盖好 然后剪彩开幕 隔天就管起来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整 怎么去经营一间馆设 要办展览怎么办 那做典藏怎么典藏都不知道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馆设 就是变成文字馆的状态 那变成文字馆之后中央就开始就是督导说 哎怎么会有一些馆设是文字馆的状态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原住民地方馆设的辅导计划去 督导这些馆设要好好的经营 对好对好那那拉回来海端馆这边 对那海端馆的话是位在南横公路东段 就是台东这边的东段的入口处 那也是海端馆唯一官方艺文展演的场所 那主要就是做国务馆经典的四大功能嘛 展示研究典藏教育这几个面向 那另外就是也担负着那个海端馆的旅游咨询啊 或是推广文化产业这一块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讲 刚刚有讲到东区连展嘛 东区连展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产生呢 其实是因为刚刚有说到全台湾29个原住民地方馆 分成北中南东四区 那这四区都会再搭配一个大馆 就是国立型的博物馆 那在东区这边的话是搭配是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那我们的地方文化馆总共有七间 从北是花莲馆 再来是吉安馆 寿风馆 万荣馆 然后奇美馆 然后布农馆跟海线的成功馆 对 那其实这七间馆社的人力 其实不只是东区啦 其实全台湾的原住民地方馆都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人力其实是非常的少 你们知道一间馆社只有一个人的状态 到底要怎么经营了 他可能就是除了简单的一些清洁维护工作 然后他想办法一个人做展览 然后有一些文物要点藏 就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会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苛责说 为什么有些馆社就是弄不起啦 我觉得那个就是主政者对于这件事情 要不要经营地方文化馆这件事情也是要 对 很重要的关键 对 那我们七间 东区这七间馆社 人力最多的话目前是海端馆 我们就有五位馆员 那其他像是比如说吉安馆 可能只有一位 然后瑞瑞 可能通常都是两到三位而已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东区的辅导团队的 的那个辅导之下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干脆就是把七个馆社的人力 集中在一起 那一次就有十七个人了 那十七个人 十七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 是先从点藏 各馆的点藏的那个现况的改善开始做 就是我们可能七馆的人先去花莲馆 然后帮他们做点藏文物的整理工作 对 然后接着下一次我们就到吉安馆 再下一次我们就到寿风 到瑞瑞 这样子轮流去各个馆社 所以那时候的经验下来 其实是觉得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模式 去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除了人力之外 就是在经费资源方面也是相互整合的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不同机关都有不同的经费 但是我们分开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效力是分散的 那我们如果把钱集中在一起 再做一些课程的培训 或者是一些 还有什么 主要就是课程培训 培训课程 然后提升大家的 在博物馆方面的专业资能 那这样子回到各个馆社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更多的运用 然后所以 刚前面说我们之前是先做典藏的这一块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那典藏也做好了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一起做一个展览 就是透过展览这一块 可以让七馆的伙伴 可以学习到更专业的 关于策展的知识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 决定说七间管社 做一个联合策展的行动 嗯 那我们有定下一个主题 叫做七步走找东西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设计 这些都是我们那 东区的伙伴一起设计的 大家可以试着比看看 就是 你的左手比一个C 按右手是一个七 或者等一下可以 大家一起拍照 我们有那个第三场的主讲者 还有为这个写一首歌 有有有 也许刚刚等一下 他可以放一个MD给他 对 那左手的这个C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意涵 包括就是 Curator是策展 或是Cultural文化 或是创造 是更多的可能 所以这边有点 点点点 那七就是我们东区 七间原住民地方文化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主题 七步走找东西 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去开展 然后我们定下 我们展示的主题 各馆都有相互一起讨论 然后包括在策展过程当中 大家也相互提供意见 对 就是大家几乎都是把整个展览 大家一起做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一起行销 就是七步走找东西 你去到七间馆社 然后看到 还有粉丝专页 有有有 有粉丝专页 有有有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那这是去年的时候 东区七馆所做的展览 大家可以看左边的这个海报 有没有隐隐约约看到一个C 有吗 有吼 有 就是我们在海报上面 也有做这样的小巧思 共同的行销宣传 对 那所以我们从第一间馆社 第一间馆社 就是我们海端馆开展的 这个烈日蝶影 然后你看它下面有一个 灰灰的山 然后这个山再接到下一档 就是等一下会分享的讲者 瑞瑞奇美馆的那个喜歌回路 然后再到听歌的表情 歌注神谁的青春 然后独立 直美 然后鸟人传奇 最后到马耀的口袋歌单 对 那我们就这样一系列的开展活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有做一个导览手册 那但是因为金沛的关系 我们这个是限量 限量的那个印字 就本数没有太多 对 那这个导览手册 其实也是七馆的伙伴 大家一起分工去进行的 那像刚刚那个主持人 我刚刚又说到 我们还做了一个宣传MV 对 也是所有的伙伴一起去分工合作完成的 对 真的我真的觉得大家超强大的 对 那未来可能东区还有怎样的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 对 就是可能 那我这边旁边就有填空嘛 我们可以一起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先帮A再帮B 然后再帮C 然后这样子 大家透过 我们就每次都会说我们东区就是用一个换工的方式 在完成很多的事情 然后这边有稍微打一下广告 就是我们的那个七步走找东西的 的粉丝专业 那叫高什么东西 C C 对 有七个C 嗯 我先放一下 大家有空可以扫一下 对 然后大家在看这个展展展展展展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到期间管设都是在不同的七个地方 那每个地方都有很他独特的城市 或是乡村的性格 嗯 那从花莲市一直到台东的海边 的成功跟在中央山脉山脚下的海端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展展能够去推广地方的一些 我讲观光好奇怪 就是可以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地方吧 对 所以我们有一些套状形成推荐 我的脚有点麻 对 好 我们的讲者现在脚有点麻 对 等会一下 那我们现在处理他的脚麻的问题 这样子 走 下一页 好 那接着就要来带大家看我们的那个烈日电影的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他的副标 就是烈日电影是主标 那副标是和妹典藏早期海端香影像故事展 那展其实从去年的10月21号到今年的10月21号 不过我们会延展 对啊 因为后来开展之后 然后整个期间也遇到疫情的关系 会觉得蛮可惜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嗯 所以我们会延到明年的至少年终 就是六七月左右 或七八月 嗯 现在还在跟主观讨论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展览 想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选择与多元观点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嗯 先带大家看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了 那另外为什么会用烈日电影 这个四个字 也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关于烈日电影这个展览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展览 是2017年的时候 有一位和风国先生 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先生 他就来到馆内 然后他那时候带了一批老照片 然后我们就是 馆员们就非常的兴奋 天啊 怎么有人愿意带照片来文物馆给我们看 真的很感恩 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然后就赶快来 来大家一起看这些照片 然后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些照片 其实真的应该是非常的珍贵 大概都是日志时期的时候 然后在李隆地区就是我们这边海端到延平这一带的山区 当时在日本的管辖范围叫做李隆 李隆直听的老照片 那他说这些照片呢 是他的阿公叫做何妹 所收藏的影像 对 但是他来不及问主妇关于这些照片 更多的事情 他只知道说他的阿公在日志时期的时候 都有担任警务工作 然后从事布农语翻译这样子 那但是带更多的细节 他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想说有没有可能来这边 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讯息 那我们真的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成员 因为何先生那个时候年纪也还很小嘛 然后他祖父大概是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对这些照片其实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不太清楚的样子 或者是有听长辈说 然后希望说可以一起再来跟大家来探究这个故事的一些内容 对 所以我们就是也很感谢何先生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去做研究的工作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运用这批照片 然后把这些故事记录起来 对 那后来就是就决定放在2020年的东区连展 因为想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展示的话 我们也可以投入更多的心力在里面 嗯 那这边就有 呃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其实花了大概三年多的研究 当然比较密集的研究是在后期快要开展之前 那前面其实也慢慢的 再搭配一些相关的文史研究 然后在去年10月开展 那总共使用了30张的影像 那其实我们没有全部展出 因为我们还是要配合到展览的整个故事轴线 那我们去做一些筛选 那我们展览里面就分成这几个单元 首先是序言的部分 那这边其实是展览的一个铺陈 跟大家说明说展览的所有者是谁 拍摄的地点 我们带在哪里 那接着就进入到时空旅人的相遇 就是谁是何妹 那我们透过不同的角度 包括 就是何峰国先生 就是他的孙子的角度去回忆说 祖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我们也访问到何妹他的养女 那个阿嬷已经80块90岁了 对 那也从女儿的角度去看 那再来我们也从一些文献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们有去找一些文献记载 发现何妹的名字 对 那我们就从各式各样不同角度去拼凑 到底何妹这个人是谁 那这边有提到说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资料 是何妹的日志时期的户口调查部资料 对 这其实刚好也是刚好有接到前面 那个义父姐跟邱胖在分享的 的那个户口调查部的资料 我们后来也是运用这样子的资料去 让我们更认识何妹到底是谁 那再第三个 第二个单元二是见证 大历史下的波澜壮阔 那这边的话就是开始可以看到何妹她所点藏的照片 因为何妹她是担任 巡查的工作嘛 所以她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她的情务照片 然后主要是在海端 还有严凭这几个地方拍照的影像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到 说当时的一些知名的面貌 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都会从一个 抗日的角度啊或者是去认识当时的那一段历史 但是我觉得何妹的照片让我们从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到 到底他们日本人来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做了哪些事情 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的一个角度 那在丹元山是流转家族 这边的照片主要是何妹她退休 1945年之后她就退休了 那她就回归家庭生活 那所以这边的照片主要是他们家族的影像 那这边其实我们同时也放了 从乡内征集的老照片 也一起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希望说其实 大家看完这些老照片 看完何妹的故事之后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要回到自己的家族里面去找自己的历史 所以这个也接到最后一个单元是 就是方框之外 你也可以是记忆的保存者 就是让观众自己去记录自己的家族的故事 好那接着就是给大家 带大家去稍微看一下展览 那我当然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实地看这个展览 对 所以这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那我也觉得就是这个照片 这个展览其实 等一下最后面会提到 真的有很多的人的帮助在里面 所以去帮忙注意到很多的细节 那才成就这次整个展览的氛围 那首先是主视觉设计 这个是做我们展场的主视觉 它也是海报上面 文宣上面很重要的一张影像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我觉得怎么以前的拍照都那么好看 这张照片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就是中间站着的这个人就是何妹 然后旁边有一些坐着的 然后头上有绑那个头巾的布农族人 那所以看起来它是一个在山上去做 探康工作的一个影像 那虽然说他们的那个人物的表情 因为远景有些失焦 但是你好像可以看得到他们散发的 那个泰然自若的姿态与神情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决定用这张作为我们的那个主视觉 展览的主视觉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我们最后会用烈日迭影这四个字 作为我们展览的名称 因为我们后来在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何妹她所点藏的照片 刚好就是在讲日本时期跟后来国民政府时期 那这个这两个政权其实刚好也都有太阳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烈日 就是去表达这两个不同政权的那个时期 然后蝶影的话其实是比较着重在于 那个交汇的见证 包括政权啊 族群地方的蝶影 而且那个时候讲说会有一种就是 很像在夜日底下工作 然后休息的时候会在树底下 那坐在树底下看着那个枝芽跟树叶这样子随风吹动 然后椅子这样子洒落 那明明外面是一个很严酷很热很很很躁动的一个感觉 但是却好像有一种回来 泰然之路在审视这一段历史或是说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这个标题都是我们就是管门们经过非常那个激烈的辩论之后 没有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个讨论之后所定出来的这个这个展 那在色彩计划这边呢 其实我们从主视觉一直到展场里面 我们就是用这三个颜色 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说就是我们这个展览是在讲日制时期的影像 然后我们就去翻一些资料啊或是看一些相关类似的设计啊 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是用红白 大家脑中应该有一些画面吧 只要讲到日本的一些历史啊或是什么 就会出现红白的颜色 对但是我们不太不太想要给人那么强烈或是很冲突或是有控诉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们后来也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定了这三个颜色 第一个是极静蓝就是这个蓝色 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时间长和的概念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布农族服上面的这个蓝色也是这样子的蓝色 我觉得它可以代表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那再来是下面这个粉色 它除了一方面是家族欢聚的颜色 另外一个是战争的音色 我们后来把它其实放在我们展场里面最冲突的地方 就是在讲协商谈判跟谈判还有抵抗的那一段历史 对那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颜色去表达它 那为什么是用樱花色 就其实一方面是说在日本的战争美学里面 樱花一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学的那个羞耻之外 其实是也有听到说那个就是在谈到那个病毒过去 那个在出那个猎手的时候 马嘎巴斯的时候会是在樱花开的时候 对我印象中当初有这样子的讨论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在控诉这个地方怎么 在谈抵抗这个地方 怎么会用这么粉嫩的音色 那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 对那再来是这个有点柿子色红色的这个感觉 一方面它是细阳的颜色 一方面我们是把它引申为是外来殖民的颜色 因为日本人的颜色 日本人来的时候觉得在部落里面有种很多柿子 所以柿子也是你小时候对部落的一个印象 对部落周边都会有这样的柿子的颜色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到展场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整个展场规划 前半部这边是一个灰色的空间 我们希望它是没有颜色的 因为到后面才是我们的那个区块 它就是从前面这样子走进来嘛 然后刚刚说到时间长和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在日本人还没有来之前 布农族人的生活的空间是什么样子 那和妹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这边是怎么进来的 然后接着后来见证大历史下的波澜壮阔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冲突的粉色 然后接着就是治理 就是讲到日本人来了之后的一系列的治理作为啊 包括集团遗住 然后那个受产经济 然后再来就是教育的这一块 那最后就是从这边出去到流转家族方框之外 嗯 我们的展场面积大概不大 诶我不知道啊 到边这边有尺寸 你们自己算一下 这个展场不是很大 我记得好像是60平方公尺而已 是吗 非常小 100平方公尺里面这样 嗯 好 然后其他的是一些有一些声音跟物件去设置 去让整个展场氛围更为精致一点 对那这边就是一些物件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接着就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展场里面的一些设计 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个区块啊 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个端点 这边是刚刚说的那个粉色的区块嘛 大家看得到我的游标 就是这边是粉色的冲突 那这边是布农组的时间长河 那我们在这边墙壁放了这一个照图 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 对它是几乎占了整面墙面的一个很大张的地图的输出 那我们这边就是刻意去放大 然后它的端点这样子对照过来的这边 其实是这一张 也是很有戏剧张力的一张照片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地图 其实是五万分之一翻地地形图 那时候日本人来到 来到这个山区 那中间这一块就是海端的地方 海端跟内本路 对那当时日本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布农族人杀害 所以没有继续画进去 所以就在这个地图上面留下了这样的空白 那我们这件事情也跟和妹的爸爸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来展览里面再跟你们说 那可是 其实我们后来再回头看这个地图啊 会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布农族人 曾经生活在这个空间很 很真实的一个印记 那他这样子对照过来 看过来的这边是一个写商的一个很大的图 对我们把这张图也是 也是一张一个墙面的输出 那这张照片啊 我看一下后面会不会有 我把它放大了 就是这边就是整个展场空间 我们把这个空间去营造出来 希望大家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啊 可以去试着想看看 如果今天你是在不同角色的位置的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想 因为这张照片有一个故事 就是旁边这边是日本人嘛 右边这边是日本人 那站着的这个就是和妹 那他是负责做翻译工作的 那中间这个作者的是布农族人 那中间这个最中间的他是 阿里曼西金 阿里曼西金就是大分事件很重要的 抗日者之一 对 那其实在日本人眼中也是很头痛 希望可以劝服他下山 不要一直在山上跑来跑去 很难管理 所以他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天 他们就得知了一个消息 说阿里曼西金他的小女儿出生 但是没有奶水可以供养 那所以他们就透过和妹来去协调这件事情 说 那你的女儿就给和妹收养 然后另外我们也在三下就是坎顶 刚刚前面分享的那个坎顶 对 在坎顶这边在山下帮你盖一个很大的房子 那你搬下来住 对 那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张历史 历史画面被留下来 那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后来阿里曼西金是搬下山了 那我们在这个展场的空间设计 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展览 我们直接让观众走入到这个C位 就是我们这边放了日本人的椅子 那你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我们坐在椅子上 看过去的这边没有拍到的墙面 其实是布农族人的抵抗 那如果我们今天坐在布农族的这个位置 去看到右边这边没有拍到的墙面 其实在讲日本人的治理作为 好那治理作为就是包括这些 我看一下时间 43分 好好好那我尽快 那治理作为就是包括一系列 然后我们透过那个 故事轴线的编排 把它整个融入到我们展场里面 那这边就是有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最后还是希望 拉回到观众本身 就是你看完了前面和妹的故事 然后看完了这些老照片 那其实你们家 每个人的家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照片 这也是最常名化的史料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保存下来 最后这边有一个博物馆的 教育推广的小区块 教大家怎么保存照片 你们知道牙线也可以处理照片吗 就是以前很多那种 自粘性的那种相本嘛 很多老照片几乎都是这样子 直接粘在相本上面 对那我们这次就是也跟史前观的老师学习说 要怎么样去把照片从 粘在上面的照片把它取下来 第一个是用可能用一些 这种麦拉的塑片 就是五酸的这种塑片 去把它慢慢的抠起来 或者就是用牙线 牙线的话你要去挑那个 没有涂浮 没有涂蜡的那种 然后去慢慢的从冰冰角角 照片的四个角慢慢的去把 先试看看能不能扣起 如果真的不能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应用它 那个照片的表层 影像层会被我们弄坏 好 那最后的话 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展览真的是 集结众人之力 从照片的考证 策展文案到故事线编排 空间规划 然后展示制作等等 对那刚刚其实也忘记说了 伯刚在这边 哎呦我的肥肉欸 在旁边那伯刚其实也是这个展览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照片考证这一块的工作 有很大的着力 对那这边下面有提到一些单位 就是除了布农馆的馆员之外 也有史前馆的老师 还有国北教的老师 带我们去看除了照片怎么保存 然后再来是策展的专业 也提供很多很珍贵的宝贵的意见 那再来就是和风果跟他的家人都很无私的分享他们的家族 还有影像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做运用 那再来就是东部 清 少了一个清 就是在地社团的 因为去年刚好也搭上这个计划 就是爱永线 台东布农的家族回忆录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主持人是伯刚啦 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再分享说 为什么要这样爱永线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计划去做了户口调查部的分析工作啊 然后还有去一些历史景点踏查 那刚好也搭上这次的展览 那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 就是看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地方 那我们就先回到那个视讯画面 听起来是 好 好 好 放话一点 好 这球真的很麻 大家好 我是伯刚 我觉得刚刚从那个第一个 从第一场那个衣服跟雨量 然后再到这边 我觉得就 我觉得很多回忆涌上心头啦 那个就是这几年来就是跟着伙伴们一起在这边做一些实验的事情 然后透过展示去做一些实验 然后也是我们一直很心里一直很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因为我们在场的很多朋友其实来自于台湾各个地方嘛 所以我觉得我先给大家一个地理空间上面的一个暗示 大家可能一直听到我们就讲海端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在哪边这样子 那我这边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那我们在台湾的台东 台东县这样子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台东吧 那我们这边海端厢其实是 台湾第六大的乡镇 然后是台东县最大的乡镇 然后主要都是 95%以上都是我们的姑娘 那这边都是我们的传统领域这样子 那特别要介绍的是 刚刚第一场讲到坎顶 或是说我们在第二场里面讲到 海端厢布农族文化馆 其实都是在帮动重谷的南端这边 那我们进出口就可以从观山车站下来 搭火车到观山车站 那观山车站前面的这条路一直直走一直直走 穿越观山镇然后往上走 就会到我们的坎顶部落 那它其实是属于海端厢 那如果我们刚刚有 就是我们的乔宁有分享 那个盖尔那的那些资讯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3026的话 那也可以 3062 然后可以预约 然后到盖尔那有一些文化体验 那坎顶这边就是会有很 我觉得坎顶很特别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文化工作者跟工作室 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小农 然后在实验做出我们花东地区很特色的一个 蝉食的体验 像刚刚我们的一国老师他 他为什么突然中途需要离开 是因为他明天就有很重要的台东 哎 部落时尚还是曼时节的活动嘛 那我们就不断的跟很多的老师朋友们 在研发出各种新的菜肴这样子 好像突然变美食导览节目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我本人有那个华语导游证照这样子 那刚刚有讲说那个订餐送导览嘛 那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来馆送接送的服务 那如何到海端部落主文化馆 一个是可以从观山车站 然后再搭计程车过来 嗯 不过大公车 不过公车的班车比较少 那 嗯 海端 海端乡其实超级大 那 我们有15个部落 然后有一部分的部落是在南横公路上面 乌鲁力道下马 新武等等都在 嗯 南横公路下面 嗯 海拔 300到1200公尺左右 1000多公尺 那还有 还有很多的部落其实是在 嗯 三角地带 就是在中央上面跟 山 山谷之间 重谷之间的这个临结的地带 那这个就是日本当时的一个 呃 一个殖民的集团移住的一个成果嘛 的结果这样子 那刚刚有听到一些 我肯定百年就是在回溯这件事情 嗯 那海端像布农族文化馆的位置就在海端村 嗯 也就是在海端车站的附近 对 所以它其实在三角下 对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 呃 大家有兴趣过来听 我们更实际的导览的话 或者来参观我们各项的展览 或者是很多的文化体验活动的话 其实也可以呃 租摩托车 或者是骑脚车 或者是开车 或者是坐公车 可以 搭这辆车很方便就可以过来 从关车站大概十分钟之内就会到 嗯 我这一开车比较快大概七分钟 哈哈 对 那海端像布农族文化馆的故事是这样 嗯 所以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地理方位 有一些那个认识啦 对 我就是要那个帮忙推广 推广那个就是那个地方 促进地方观光这样子 好 哎 我这边接下来会做一些小小的回应 就是关于刚刚谈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 呃 东区的地方文化馆 呃 去年的七步走找东西这件事情 然后 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就是对于 呃 原住民地方馆的经营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啊 那因为我是非常有名的据点网 那如果分享太无聊的话大家就自己先开进一 因为下一场的啦翁会有非常活泼 而且非常开心的一个分享这样子 好 哈哈哈 可是你已经有一厢一厢一文物馆啦 我刚刚想太无香大概有五香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分享一下 那我觉得刚从那个拉姆斯的分享 那我觉得 哎呦我刚发现梓妮老师也在线上 对就是 对看到梓妮老师的那个偶像出现这样子 就是地方文化馆这边 呃 其实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当时过去几十年来有很多的文子馆 那这个文子馆可能不只是原民馆 那很多我们盖了很多的建筑 那刚刚其实里面都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 呃 透过这几年的一些辅老机制 嗯 或者是说我们在 呃 我就原名这一块 就是在很多的年轻人 那他 在自己的求学阶段经历了文化启蒙的这件事情 之后结合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想要回到部落 回到自己的原生社群 或者是 呃 继续延续 过去的这个感动 然后加入到文化馆的这个经营的这个部分 然后成为 新生代的策展人 那我觉得这一 这一批新生代策展人跟 我们很多 呃大型的文化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呃 亦师亦友的关系 我我不知道这样讲 会不会 那个太太拖搭 但是我会觉得我看到里面的伙伴关系 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 呃 这经过了这十几年来的努力 各方的努力 我觉得地方 地方在经营这些场馆 大概也慢慢长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大家就是我们 呃 因为自己也是人类学的学生 这个这个场次中心的主任也是 那个 人类学系的王美祥老师 那我们其实 在课行上面 其实有提到说 就是在 从Bertu的讲法 就是我们在 重新在 在后现代 我们是谈资本这件事情的时候 capital它不只是只有 呃 货币或是金钱 那文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本 那对于地方公所 或是对地方的呃 执政者 主政者来讲 他如果能够认识到地方文化馆 实际上是可以帮他们把文化资本 转换成各式各样的资本 他只要认清这件事情 然后呃 呃 借力使力 让提供给这一批 呃 年轻的新生代的这些策探人 还有我们非常非常 很多优秀资深的这个策探人 呃 更多灰洒空间 那多半都能够 呃 这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很需要去被理解的 然后 然后我觉得可能对地方的人 的人士来讲 也要去思考的是 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在讲说 文化馆能不能带来地方一个观光资源 就认为说 文化馆好像就必然带来观光资源 然后观光资源就可以必然带来 给乡民更多的福祉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想象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想象其实是 需要再透过更深入的转化跟转移 才有可能达成 所以我刚刚有推广那个观光行程 这样子 对 然后 呃 我怎么会讲到这边 对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从 刚刚第一场到第二场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场馆不只是场馆 那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做 跨越的事情 那跨越的事情是说我们 一个人可能孤单 但是我们一群人的话 也许可以更温暖 可以走得更远 这样子 所以我们猜 我看一下小超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 踢不走找东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是 呃 我觉得蛮 蛮受到启发 然后上礼拜在一场会议上面 也 也指明老师提点的这件事情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呃 呃 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策展人 是 进去到这个展览里面 就它实际上面去进到展示的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以海端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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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烈日蝶人这个特展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不太像是就是 呃过去可能就是 呃 场馆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 那我大概很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就变成一个发包单位 那我就发包出去 那发包的金额可能也不是很多 呃 可能工所只能提供你一档展的两万三万 这样子的做法 哦 真超惨的两万块做一档展 真的是有够坎的这样子 然后 对 然后 我我觉得 呃 至少在在东区我这几年一直 呃 跟着 在旁边就是 那个当那个游击手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 呃 从 不管是那个方圈远老师 就是我们 先前的 东区的这个 这个 辅导委员 然后我们今天在场的张智灿老师 其实 是也在 对智灿老师也在 然后 我觉得看到说大家从 那个 从 博物馆的四大的经典的功能开始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好像 那个那个界限逐 逐渐的跨越出去 然后我觉得 而管员实际上面进去做展览这件事情 是让人很感动 就不再只是一个法宝单位 那在烈日叠影的时候 其实 呃我们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做 那 呃我们的伙伴 除了在管里面的这 呃五朵花还是六朵花 五朵花 然后还有那个 很多我们就是 七管的伙伴们 在过去的一年 不断的反复 大家一起在讨论拍工作方来去想 各管的一个发展特色跟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我们 很多在博物馆界 专业技术的朋友们 那不管是在展示空间 或是在文案的编写 或者是一些动线的安排 都跟我们地方管的伙伴们一起 哦 我觉得一起一起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很好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嗯对 我就说我是据点王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呃 最后对于烈日典影这个展啊 那我想讲的事情就是 呃 关于这个展里面到底在讲什么 我就真的很希望说大家就是有机会来海端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我就住在海端馆旁边 只要一通电话骑车马上30秒 钟之内就结 就就就就会出现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刚刚 特别提到 东沐青的爱永线的这个计划 那那爱永线的计划其实是我 我之前因为在打电 每次在打爱永线 这那个日本时代那个爱永线的时候 都会出现那个爱永线的这件事 然后我就觉得自动选择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梗 那这个梗是在哪边 就是不是鱿鱼游戏 那我觉得 我觉得是日本过去 他可能很多殖民者 留下了很多档案很多的资料 那这些档案这些资料 现在都数位化了 那其实很容易都可以接触到他 那日本当时是用铁跟鞋 然后逼迫着大家留下这些文色者 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实攻击 回到那个时代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 这些档案的批判性的检次 去找到一些关键的线索 那刚刚在第一场的 的那个堪定百年 我受到的感动就是这样 就是在户口吊牙布的这部分 然后接到战后的户籍藤本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去年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也真的连到了嘛 因为东益的那些戏谱所属 那我觉得这个感动是非常非常充实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待会的综合座谈的时候 我想今天很多的参与者大概都会有类似的这个感动 那也许大家 待会我们大家可以再彼此交流 那好 我现在从那个与谈人的身份 跳过来变主持人这样子 OK 那梅小老师因为那个会议的关系 所以他暂时离开一下 所以目前就是会由就是我继续来担任主持 那我们下一场就是第三场就是 我刚刚前面非常预告就是我们老王是非常非常多材 多材的材质 对 他那个麦克风看起来很像插进鼻孔的感觉 但是相信他绝对不是在做PCR 那后面有猫在看你 对他的展览 他跟大家介绍 老王他是那个非常不明的材质 怎么回事 没有这种称呼吧 对 他目前任职于那个花年县瑞穗乡的 奇美原住民文化馆 那他其实做过有非常非常多事情 也是我长年的战友 那我们从台北一路从一开始 从社运界然后回到部落里面去做部落事情 做族群的事情 那我觉得他是南岛所毕业 他的论文就跟Sakira的这个证明的历程很有关联性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他的论文 或是从他的展览 那书写的都是他跟这个族群 在过去这100年来非常非常重要的重大时刻 那话不多说 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La Ong 然后还有他今天的雨潭人也非常的精彩 那是不同的路径 一个是在正式的文化场馆去做族群的展览 那另外一个是回到部落里面去做族群的展览 那也非常期待待会的一个碰撞 两人的碰撞 那会让甜美的那个火光 好谢谢大家 好大家好 我是那个花莲仙瑞瑟湘奇美原住民文物馆的La Ong 那我今天的雨潭人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蔡文靖Gala 那我是马运部落的青年 然后Gala也是同样的Sakira族部落 Sakira的青年 那我们其实两个人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做部落事物 然后做对待就看待部落的一些事情的那个路径其实蛮像的 那我们其实都是从外地然后回来部落 然后做很多部落的事情 然后慢慢的呢 发现说原来部落跟以前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然后就因此做了许多的行动 然后不管像是文件站也好 或者是说像部落厅的调查也好 做公益的附贞等等的 待会呢我们再透过这个展示的分享 我们也会一步一步的呢 来让大家也听听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刚那个主持人柏刚啊一直cue我说 等下会待会可能是一个很幽默的场合 如果大家觉得是这样的话 你们可能等下会失望 没有不会那么幽默 然后那个Gala我要请你把麦克风先打开一下 要不然都我一个人讲话太干了 江慧都是我的笑声 我发现他们好像都是两个两个一起 我们是分隔南北 我们是分隔两个 所以待会我们可能要自己聊天 对 好那我就要分享今天的这个简报 好这个简报带来给大家一个非常有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开头 然后我要谈的是沙切拉雅族多元时关的建构进行式 然后想要跟大家介绍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在文文館这边办的这个喜各回路马运部落主题展 然后再来呢就是Gala他们在做的 在部落里面所做的这个鲁骂80系列特展 那这系列特展呢总共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展示 一个是从这里开始我记得 然后谈的是沙切拉雅族的支部 然后再来呢是这是什么 那在这个简报开始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引言 就是呃其实我们在做这两档展示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一直发现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是记忆是什么 那我们在去做文献爬书的时候呢 我个人就发现了一句话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受用 也刚好就说到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在现在的过去城市的多种意义和记忆的政治里面说这一段话 就是说罪意塑造了人与过去的关联 而我们如何的记忆的方式呢则定义了现在的我们 那身为个人与社会的我们其实需要借由过去来建构 然后定位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 并且孕育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愿景 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在接下来我们在谈展示 然后其实谈我们在做部落的事物的时候都会不断的出现这一句话 对我们的回应 当代的撒切莱雅族史观呢其实当 呃也许大家去网路上面去查资料的时候 你大概都会听到几种很这种很类似的论述 比如说呃在1878年过后呢 族人就纷纷逃散 然后为了生存隐姓埋名 然后也使得撒切莱雅族在历史上消营了129年 或者会说当加里婉事件发生过后呢 族人为了避免灭族 然后流离失所 妻离止散啊 开始了128年的隐姓埋名的流浪旅程 然后一直到2007年 撒切莱雅族证明过后之后 证明成功之后呢 这个族群才重新的跃上了这个历史的舞台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在中间的这个100多年之间 到底撒切莱雅族的族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真的难道就是如同这样的叙述所说 他就只是一个隐藏不见的状态吗 还是他其实是有故事 但是我们没有发觉到呢 那因此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三个展示 哇前面都只是讲一个展示 现在我们这一档次要讲三个展示 那所以会讲东西非常的多 那如果大家很疲累的话 欢迎大家自己去喝水 然后上厕所有关系的 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 喜各回路马力波主题展 那这个展示是在去年的10月23号 然后到今年的9月30号 还没有结束的展览 但目前还是继续的延期当中 那一开始呢 会有这个展示的规划呢 其实是瑞瑞香公所他希望能够 瑞瑞香除了阿美族之外 也还有撒切莱雅族 布农族其他的族群 那香公所在规划这个展示的时候 就希望是说能够也把别的族群的 的那个怎么讲 故事呢也放在文物馆里面去做展示 然后因此呢他就规划这档展示 那刚好瑞瑞云部落呢 是撒切莱雅族最南的一个 撒切莱雅族部落 所以他一定有他特别的故事所在 那这个也成为这个主题展的第一档 那希望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展示呢 让文物馆呢有一个新的不同的面向 那我自己本身是部落青年 然后同时自己也是撒展人 然后自己在研究所的学习的路程当中 我自己也是撒切莱雅族文化的一个研究 初步的研究者 所以我自己在撤展的时候 我常常会很多的天人交战 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展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思考 我自己跟观众的那种关系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分成三个角度去探讨 就是自己我是身为族人研究者 撤展人的自己 然后这个跟这个展示 以及跟这个主要的观众的关系 主要的观众呢就比较多是以马运部落为故乡的人 然后还有其他部落的沙切拉族人 那么就是说 我大概看到自己的展示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这场展示对我来说会是什么 我需要 这展示到底会 给我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意义 那我自己跟观众的关系呢 就是说我在部落活动的时候 然后其实都会有长辈一直都会跟我说 就是说 要把部落的历史写下来 然后要把部落的故事给说下去 因为我们其实会知道说 即便只是那种小小的平民 长民的历史文化 它其实对部落来说都是蛮重要的 不一定每个历史叙述都要是那种大格局 然后那种比较聚观的说法 其实还有是有很多那种个人的小小的笑话 其实对部落来说都还蛮重要的 那长辈其实就有这种愿望 那这个展示跟观众的关系会是什么 我自己个人希望就是说 当部落的族人真正觉得自己跟这个展览 是相关的时候 这些零碎的故事才会真正的成为 马远部落的历史 然后让它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这个展示我自己个人会希望 它会是一个部落的人都能够也来看 然后来去说 然后在这个展示当中去找到 自己对于这个展示解读的一个展览 所以才会开始进行这样的展示设计 这个展示设计其实是我自己 我自己会带入一些蛮特别的思考 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对于自己的抽食剥茧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展示里面 然后同时也在批判我自己对于我自己 对部落的一些想法 那因此呢 在这个入口处呢 就会出现了这个 当你进来这个展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青美文物馆的前面 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五个颜色的补条 然后就从天花板这样子吹下来 然后上面的那些文字 到底写的都是什么呢 那这个五个颜色呢 其实在整个展示当中呢 它是引导观众建构答案的提问 当大家进来这个展场的时候呢 我们会问大家说 你没有看过这个五个颜色 那这个五个颜色 会让你想起什么样的族群 那假如说是沙切莱雅族的话 那你看到这个五个颜色的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样的意义跟答案呢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去说 他们知道的听过等等的 这是对沙切莱雅族而言 那如果对于阿美族来说的话 他进来这个展场 他看到这个布幕的时候 他其实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他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因为上面的那个族羽啊 其实是就是沙切莱雅族羽 那刚好这个五个族羽呢 是跟阿美族的族羽 是完全是不同的 因此这个五个布幕呢 就产生出一个族群边界这样的效益 然后让大家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产生出 我现在要进入的是一个沙切莱雅族的空间 跟一个故事回廊这样子 那颜色呢 其实对沙切莱雅族来说 都有一个很特别 而且还蛮固定的含义 那这些含义含 大多来自于加利晚事件当中 在达古巴胺部落所发生的战役 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的 清朝清兵 然后就入侵了花莲平原 然后攻打了哥马兰族 然后跟沙切莱雅族 然后沙切莱雅族这个打过湾部落呢 就一夕之间就被火烧掉 然后从此沙切莱雅族人就不见了 那用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呢 其实在证明的历程当中啊 他是一个凝聚部落 凝聚各部落 然后沙切莱雅族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集体记忆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样的集体记忆呢 就变成服饰上的颜色 然后经过当时族人们的不断的讨论 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个颜色呢 从历史脉络当中抽离出来解析 然后赋予意义 然后也变成了沙切莱雅族 在历史上中中转化出来的文化复兴力量 也成为了社会大众 对于沙切莱雅族的鲜明印象 好这个都非常的官方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展示当中 其实会问大家就是说 当你在回过看完这个展览 你在走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问问看自己 你到底对这些颜色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或者新的发现 因为我们在这个展示当中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答案 所以说我们会这样去问 除了加利晚事件 达古不安占益之外 沙切莱雅族 有没有其他的故事 和其他的脉络 能够赋予这些颜色新的意义 好 刚刚第一个 五个颜色是第一个展示设计 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然后第二个展示设计呢 就是在谈的是这个公里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 左下角上面有出现228公里 然后7.8公里还有5公里 他分别在各个不同的颜色上面 那在这个公里数是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他在讲的是不同时代 那包含了像是1905年到1945年的日志时期 然后还有正名运动时期 然后还有最近这几年 部落的年龄阶级的负责时期 这个公里数的发想是怎么来的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在2007年1月17号 也就是正名茶会的当天 然后玛丽雲部落的族人呢 就高举着那个正名的那个旗帜 从台北车站那样的徒步行走 就是行政院的一张照片 那时候天空下的小鱼 他们就拿那个旗帜这样折折 这张照片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部落的族人们 然后还有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旗老们 他们其实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去奔波许久 然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然后在那个最后的 最后的那个时刻 里面他们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进入行政院里面 是这样如此的脚踏实地 所以因此呢 这张照片就让我用一种 走过的路来去思考 逐人的自我的实践的路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马上就用地图的那个Google Map去查 就是说马利文部落到行政院距离 大概多远呢 大概就是228公里 那228公里 228这个数字对台湾历史来说 也是一个很容易去联想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228公里所讲的呢 就是这个红色的衣服 跟这个黄色背形的故事 那事实上这个红色的衣服呢 是马利文部落的第一件 是阿奇莱雅族的服饰 我们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 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 去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沙奇莱雅族的男生的衣服 都蛮不一样的 那在当时的时空之下呢 马利文部落的人为了做这件衣服 可以说他伤透了脑筋 因为在瑞穗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服装的公衣室 那在那个时候呢 也还没有人会去做 会去设计沙奇莱雅族的祖服 所以于是马利文部落的人 就自己呢就是老人家就透过他的口述 说以前的人怎么穿 然后他们就结合了 那个那时候在讨论的 沙奇莱雅族的颜色 就做成了像这样的一个服装 然后就穿着这个服装去行政院里面 那过了几年过后呢 他们就换换女生想要做 他们自己的服装了 那那时候在讨论的 整个沙奇莱雅族在讨论的颜色的 里面所讲的黄色 他比较偏向土金色 或者是比较淡的一点黄色 那当时的马利文部的人 那就可能比较 妇女们可能就觉得说已经证明了 我们应该比较活泼亮丽一点 所以就基于一种比较三八的心态 他们就把那个黄色就改成了一种亮橘色 然后再搭配宝蓝色 然后让整个人的自己看起来 比较活泼亮丽一点 这样子就是红色跟黄色的这个故事 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 欸嘎啦你还在吗 在啊 你有问题你可以问我 没有我待会会再问你 好的 那接下来在下一个展 在一个展示单元里面就在讲的是 当代的青年怎么样去把年龄结诊给附赠回来 那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呢 马利文部的青年其实正在逐步的建构 自己青年的服饰 那除了服饰之外呢 青年们也找回了那个 已经失落很久的那个仪式叫做米流六 那这个仪式呢 其实在整个修罐区域当中 那个部落啊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类似的仪式 那有的部落它是叫做陶酒 或者是叫做 就是走家等等的 那它有各种不同的行业 那它会有一个很类似的歌谣 那这个仪式在马利文部落呢 是在说过去的青年会去 还没有及时参与集合的青年家 去他的门口那边唱歌调舞 呼唤他们集合 那如果他们还是不出来集合的话呢 这些青年就会担任起那种 部落纠察队的 等这种身份啊 就把他们家的菜园的菜拔一拔啦 然后把他们家的鸡拿走啦 他去哪里 就拿到那个聚会所那边 就是供大家的使用 等于是说做一种法则 但到了2018 就是到了现代 我们可能没办法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蛮危险的 你可能把人家的鸡拿走之后 警察车就被告了 就被告了 对 然后就部落反而就会 明明只是半个祭典 要开开心心的 然后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后来呢 青年人就想到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那不然我们改变形式 过去是用惩罚的方式去 去做这个仪式 那现在呢 我们改用呼唤 改用邀请的方式 来让青年回来 于是呢 青年就把这样的心情啊 就把他编进去歌曲里面 然后挨家挨户的 把这样的心声唱给这家人的听 那受到感动的家户呢 就会开始 就会就会 就开始会出来 就到前面啊 然后帮这些青年 唱歌的青年去倒酒 然后同时呢 也叫他们家里的人 赶快要记得参加 那从2014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到今年 那部落的族人 其实越来越习惯 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也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 当下呢 要记得提醒自己家的回来 那这样子挨家挨户行走的 十行米 留六仪式的距离 整个部落下来 到了2018年 就是走7.8公里 所以7.8公里 就是找回部落青年的距离 然后这个展厅呢 所连接到的颜色是白色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有一个白色的T恤 那这个白色的T恤呢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 部落青年首次做的T恤 像部落做T恤 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故事 就是在很多部落 大家都会做T恤 然后做的T恤也都很厉害啊 那种设计感啊 会有什么巴西 那种等等那种非常有 有厉害的设计师 然后有一国情调的那种配色等等的 白色T恤其实说起来 并不算是一个多么突出的设计 但是当时的部落 当时的马远波来说 这个白色T恤却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证明过后的时候 青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服装 那时候大家要去购买服装 其实要花上非常大的一笔经费 那可能男生只要花到六七千块钱 才会有一套完整的服装 女生更不用说 女生更是要差不多八千以上 才会一套服装 那不是每个人在那个当下 可以马上拿得出这么多钱 然后让家里这么多的孩子 孙子去穿服装 然后参加祭典 所以这个T恤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让大家突然一下子 就可以稍微忘记这种 因为不能穿服装 而不知道怎么去参加祭典的烦恼 大家都穿一样的T恤 然后这个T恤 又是部落共同的经费所支出的 所以呢 部落的青年就只要回家 然后换上这个T恤 在那个场面当中 全部落的人看起来都会很一致一样 那那种 因为服装不同 产生出的那种 部落好像不团结的那种心情呢 会因为这个服装 产生的一致感 然后让大家重新凝聚起来 也团结起来 所以这个服装 其实对马里云部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白色激血的话 其实当初是很难 是很难这样有一个集体一起说 我们要把部落的青年找回来 这样的一个心愿的 接着呢 跟大家来介绍 就是说 他还有一个展示单元 是在讲日治时期 那日治时期的区间呢 大概是从1905年到1945年 就是日治时期来台湾 大概10年过后 那时候呢 许多的沙切拉雅族人呢 从北方啊 一路往南来到了马里云部落一青啊 构地建立新家园 那同时呢 整个日治时期的公共建设的发展呢 也在瑞穗这个地方 呈现出时代巨人 正在急速滚动的气息 然后这样的一个新世界 然后新环境 也孕育出了马里云的部落 新一代的人的挑战精神 所以有许多的人 他到了当时的藩人工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瑞美国小这边 去读书之后呢 他们就 就是可能 就是因为很努力 然后也很幸运地 获得一些机会 然后就纷纷地跨海去日本的本岛求学 那读书的人 他有可能是去 去做佛教大学去读书 甚至可能是因为打棒球去日本 然后后来去 读机械学校 那有的人呢 是读机械学校之后呢 他回来就做了那个时候的 寿风堂场的主任 然后也有的人呢 他甚至是直接挑战到了 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的毕业 然后回来台湾当老师 然后有的人呢 他去日本读书之后 回来他受到感召 他开始就做牧师 等等的成为了新 就是瑞税地区很早期的传道人 所以那一批的 马利云部落的这个人呢 他的这样挑战精神 其实也行说出马利云部落的人 在后期那种很勇于去挑战新环境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 也似乎他们的子辈呢 就开始在部落里面 譬如说到了民国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不管是跑船啊 挖矿啊 然后去北部 然后做工厂啊等等 其实也是同样的精神 那这个精神对马利云部落 马利云部落来说呢 就是来自于前面这样的 一路从北往南的迁移 然后再到日本去学习新知识 然后再然后延续到现在 延续到前的早年 从部落移到北部 这样去做工作 然后建立新家园等等 它其实是一种同一种的精神态度 那在这个展示当中啊 刚刚讲的都是男生 可是在这个展示当中里面 其实最悠久的两个的物件呢 是部落百年的女性服饰 那这个百年的女性服饰的时间呢 大部分就跟刚刚所讲的 就是1905到1945年这个区间 那这个服饰什么特别呢 我们后面再讲 那于是乎这样的一个男生 出去外面挑战新世界 以及女生待在家里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服饰放在家里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呼应跟关系 就让我想到了一种画面 就是说 呃男生就准备要踏上那个日志时期 那种煤炭火车准备要出发 然后另外一边呢 是阴阴期盼孩子回家的母亲 他就坐在家里的门前 这个时候两个人距离大概是5公里 也就是从瑞穗车站到马迪波的距离 瑞穗车站也刚好就是在日志时期所建立的 那这样的距离就是回家跟出发的距离 不好意思恐渴 那这个出发跟回家距离呢 就是蓝色跟黑色 那蓝色跟黑色怎么来的呢 蓝色就是那个 要准备去日本留学的那些男生们 他们要跨过那个太平洋 然后黑色呢就是妈妈母亲 他身上所穿的那个服装 好 就是这个 我们来聊一下 对 其实我也有去参加就是 然后他办了这个喜歌的回展 其实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 也是一样就是他讲那个5个色彩 其实在萨奇亚族2017年开始 就是用这个色彩就是作为 我们族群的认同的象征 嗯 然后其实在2007年一直到 这个展的办出来之间 其实大概也很多人都是从网路上 或是从一些论文 或是我们的族群宣传 只要说萨奇亚是就是从这一套的 5个颜色去想像出我们是这样的群体 可是就是在 在看完然后他这样的简报 就会发现他我们会发现 他只是用不同方式去诠释这个颜色 他并不是讲到说 像我们讲的是 头黄色可能是土地啊 血红色就是鲜血 然后其实甚至在今年 2021年的船制 他甚至这些颜色的诠释 都一直在改变 他没有一个就是像大家讲的 就是萨奇亚就是 会有一个很正统的意思说 告诉你红色就应该是什么意思 蓝色就应该是什么意思的感觉 这是我从一开始 知道萨奇亚一直到现在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因为我刚好看到 因为玛丽云他的样式 在祖福的样式 看到男生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巴林马样 这个款式 所以待会可以 所以请导往稍微讲解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是 巴林马样 这样子的样子 对 好 好 为什么会是 巴林马样的那个样式呢 哦 讲一下巴林马样的这个服装 巴林马样他就是 那种呃 片片裙 裙子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网络上面在讲的 萨奇亚族男生的服装 大部分都是穿裤子 然后玛丽云是穿裙子 为什么会变这样呢 其实大概有几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是玛丽云的男生 不喜欢穿裤子 就是 没有他比较喜欢那个穿裙子 那个样式 因为那个其实他从 他爸爸那一辈就是都这样穿子 然后穿 在就是他穿裤子的时候 那种跳舞的感觉 就比较没有那么跃动 就没有那个 呃 部落讲就是没有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所以后来呢 就是希望是说 能够在穿裙子的条件 就在穿裙子上面 然后又能够 有一点萨奇亚族的色彩 于是呼马绿云部落的那个 服饰啊 就会变成是裙子的样式 然后搭配起那个 沙奇亚族的一些色彩的元素 然后综合起来 那当然他也不是一次到位的 他有 就是经过了一些讨论的过程 然后也有失败过 然后才建立起来的一个 才建立起来这样现在的版本 这样子 好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女生的服装 也就是这个展示里面 其实它最深最深的一个东西 就是肚脐跟脐带 那我们在这个展示里面 其实就收到这两个服装啊 就是近看大家就长这个样子 那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刺绣的图文 不好意思我这个照片解析度没有很好 哈哈哈 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从一些锯齿上 然后一些 可能就240吧 240 哈哈哈 I'm very sorry 然后不是2020 不是2020 真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用手指头自己放大 哈哈哈 那这个图文上面呢 就是其实长辈也没有太特别的清晰 因为他们也是从妈妈那边继承来的衣服 然后他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要问妈妈这个问题 他等到想问的时候 妈妈已经不在了 哈哈哈 对然后他自己也当阿嬷了 那他就会提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我们就 就是我自己个人做车展人 然后同时跟部落主人 我们就重新从一个服饰的生产者 跟使用者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图文的意思 那这个生产者跟跟制造者呢 不是这个服饰的制造者 生产者跟穿戴者 他其实就大概都会是母女的关系 那就是也是家屋现任的继承者 跟家屋未来继承者 因为我们过去是母系社会 那女生其实就是在 就是继承家屋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母亲会不会在有一天 他会对他女儿说 哎孩子啊 未来你会成为像我这样的一个母亲 并且继承这个家 那未来有一天 你也会像我此刻跟你讲的话一样 这样对你的女儿去说 这就是我们女人的责任 要让家族翻演下去 于是乎在这个服饰上面的 像这样的图文 而这个不是言文字 像有一个这样的图文呢 他的刺绣图文 就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是一种肚脐 然后那条线就是脐带 再连接到下个肚脐的关系 就是说妈妈的肚脐 透过脐带 然后到了女儿的肚脐 然后女儿肚脐呢 再透过脐带 然后再到她的女儿上面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历史呢 其实就是家屋的传承的历史 那另外有个图文是像这个 下面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图文 然后女儿再可能在 听到妈妈这样讲之后 就会说啊 那么沉重的事情 我要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 母亲就会说 哎呀我其实已经就想过了 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不会是孤孤单单的 你会有父母啊 或有兄弟姐妹 或有朋友 有你的伴侣 那就像是渡河的竹法一样 你如果只是一根竹子的话 很容易翻船 那好几根病在一起 才能够过得平稳 所以像在这个图文的话 中间的这个线条 就比喻的像是溪流 然后这个红白交错的锁链的刺绣呢 它就可以是比喻成是竹法 那为什么会是溪流呢 因为在服装的上面 它还有一个三行 三行纹 就是一个很多三角形这样重叠的 那如果有山的话 我相信有溪流或者是有海 应该还蛮符合逻辑的 然后第二种符合逻辑的是说 在我们的诸语当中 加利吉诞指的是极流 然后利吉的指就是流水 那我们在指的一年一度的 这个年纪的时候 会称呼叫做麻拉利吉 意思就是称为流水的意思 所以我也觉得说 用流水来比喻人生 其实也蛮符合沙切拉主语的使用逻辑 第四个设计了 这个设计就是在谈到真正 为什么会叫做喜各回路展的原因 那是因为路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紧紧向西 回路 当我们从展示 展示前面这样进去展场的时候 其实跟着地上不同的洞见 就蛮像那个 你去医院地上会有那个急诊室 然后X光 然后等等那样的一个动线 然后我们会跟着这个动线 到了不同的展场 然后也去解析出 每个展场不同的意义 那这个展场的回廊 当你走回来的时候 会沿着这个回廊同时同步往后走 然后你会看的就是 看着这些照片 一步一步的就回到了现当代 然后回到这个当下的时空 其实就是 呃 站在现在这个照片这个点 那原本这个照 原本下面的这个 呃 地贴动线呢 是引领到不同的时代 当时你回过头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这些不同的时代 汇流呈现在当下的你 我们就想要表达出一个 当下的我们是从过去 各种不同的历史变段的汇流 这样的一个时间观 那喜各是什么 喜各有一个绑的意思 细绑的意思 然后在这个衣服上面 其实过去的衣服 不会有什么拉链 或者是扣子等等 他每个衣服都是要 一件一件绑紧的 我相信这边有 大家有穿过传统服的 大概都会有这种 共同的感觉 就是在那个一件一件 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你好像慢慢的在成为一个 跟你平常不太一样的人 那这个绑的这个过程当中 同时也是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我常常会看到是 就是妈妈帮女儿穿衣服 尤其是第一次 第一次要去跳舞的时候 妈妈就会这样一边帮她穿 然后一边说 你怎么那么胖啊 屁股那么大 你的腿怎么那么粗啊 然后就一边绑一边险 但是其实那个险就是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就是妈妈跟女儿之间 她的那种联系 然后也可能是阿嬷 跟她的孙女这样的联系 所以刚好我就想到说 这其实就是不同 每个展示单元里面 每个服饰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服饰 他联系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透过服装呢 我们透过喜歌这个字 然后我们体现了一个 当下的我们是与过去 所有部落的族人 是一个情景相系 这样的一个时间管 简单来呈现就这样 当你展示呢 你走回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当下的自己 然后你同时会看着 过去所有的历史的汇流 然后同时又面对了一个新的未来 然后最后呢 你会回到了这个布连下面 去讨论你对这个展示的 颜色的定义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那嘎啦 你那时候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看完之后啊 因为 其实这些颜色 其实后来对我 会非常无感觉 是因为它一直在 变更它的诠释的方式 然后也在就是我在2014年 就是有在我们部落找到 一些物件啊 就是以前在穿的物件 因为我们都会在网路上 被叙述说我们是隐藏在阿美族部落里面 或者说这些物件在很久以前 就是被阿美族同化掉了 那其实 其实我回到部落会发现说 呃 其实我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是这些颜色是 我对族群的认同 跟我跟部落的认同是 那物件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些颜色就是我们SACHA共同的颜色 但是如果回归到部落的话 部落会有自己的样式 就像你们可能会有 有巴黎马亚 或是有自己的样式款式 然后SACHA共同的可能就是 他会有自己部落 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的方式 就是我对这个颜色的认同 好 感谢 哈哈哈 不用特别这样感谢 感谢什么 其实在这个展示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导览跟互动的回馈 因为这个展示 其实它不是在设计阶段就完成 它其实是在每一次的跟观众互动 就像嘎拉尼一样 你们的回馈才会让这个展示里面 慢慢的 逐渐的成型 就是它 它其实会 每一个人来这边看展 它都会给一些想法 就像你一样 然后这个展览呢 就会因为你们的想法 然后变得更加成熟 然后变得更完整 那也会影响到我自己作为车展的人 然后去做导览的时候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像这个展示 其实最一开始没有椅子 然后后来呢 就有一个展览 就是说 哦像听这个展览 每次导览都要一个小时多 然后他听到大概20分钟的时候 就觉得很累了 很累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那个椅子 就摆在这个展场 适合坐下的地方 就让他们可以休息 就像这个样子 那也有很多的人 他到这个展示里面 也有很多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 以马律部落为故乡的人 他去看自己 自己这个展的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说 就会发现到这个展览 跟自己的关系 比如说他看到照片里面 有他小时候的自己 或他打光阿嬷 然后跟 就会觉得说 这个展览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进而提升了 这种集体荣誉感的认同感 然后参与公众事务的意愿 然后比如说像 有人就会说 阿公阿嬷我回来了 那讲这个人的话 就是他 说这个话的人 他其实过去都是在外地长大 然后他因为这个展 就开始要决定 要下定决心回来部落 这样 然后甚至是有的人 他看到他过世的阿公阿嬷 然后就突然很感动 他就把自己他家族的人 就一起带来这边看展 然后也有的是住在北部的青年 然后他第一次就是认真 认真看到就是说 哦我原来我的归属是属于这里 然后从现在开始我要不断的去做 做自己的实践 然后也有人会觉得说 就历史他应该不是只有教科书的文师 我每个人都应该找回自己的归宿 这样子 那对其他其他部落的 其他部落的沙奇拉雅族人的留言呢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展示的时候 是蛮希望是说 每一个部落的族人 或者是每个地区的族人 每个家族的人都应该去挖掘自己家里的历史 不至于部落的一些历史故事 然后把这样的故事呢 呃去去去去传输下去 然后就会有人说就是说 祖福不只是祖福啊 他的背后是一种归属感的摸索和发展的脉络 然后也喜欢那种对于服饰上的那个的解读等等的 那也会有其他的观众 他跟他也不是沙奇拉雅族人 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个原住民青年 他对于这个沙奇拉雅族正面临的 严重的文化流失 他他有都发现就是说 哎其实我们当代的人 他们我们当代人去做的这种文化建构的努力 其实是是有可能 而且是可以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的 譬如说就有人说就是说 找回遗失的文化 然后却有不明不白的空白历史 这要让他再次了解说 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够孕育出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 所以现在的附赠其实会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那未来的文化呢 就会透过我们现在的附赠 转的去铺陈开来 然后又一个青年就是说 传统文化其实很难复制 但是对文化的创新思考可以是无限的 这样 好我把这个喜哥回路讲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part 哇哦 换我了 对换你了 好其实 其实我刚刚想做一点 就是再补充一下 因为 因为其实 是 我会觉得说 其实萨奇亚族 其实从 从马利云的观点跟从萨古的观点 他其实是 没有消失在这个空间上 他应该是 被 被谁去定义他不见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我们要去思考 因为其实其实如果假如说今天萨奇亚真的消失的话 他的语言应该也就不会在了 甚至他的那些 物件啊 然后甚至他的工艺应该都要消失掉 所以他其实就是去谁定义 他定义我们存在在哪里 然后去大家去做思考的部分 其实萨奇亚其实从 我们看完 马利云的 然后在大海听完萨古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萨奇亚从以前就一直都还在 好 好 那就开始了 好 然后我们就进到 从这一开始 我记得 其实 其实这 这是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行动 因为 也其实在 我们萨奇亚在2007年证明之后 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大概都是在 在讲述就是我们族群的火神祭 或者在讲就是我们族群的加利晚战役 打国官战役 或者在讲说那个萨奇亚的祖福 以这三个东西一直在做推广 但是会发现 其实刚刚老王有讲到说 在1878年到2007年 那这之间的人的生活去哪里了 他那些东西都都不要去 去被表述出来 或是去记录下来吗 所以 我在当初的时候就是 呃 20线知道自己是萨奇亚之后啊 我其实一直在酝酿说我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花蓮工作 这件事情 然后就在一个巧遇的过程中就是 跟了一个阿姨讲说 我大概会30岁回来吧 就殊不知真的 在30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是撒过文件站 就是从三天变 啊 有三天的文件站 那时候就有三天 然后就是要准备 要转成五天的那个月行制的时候 他就是觉得说 呃 部落需要一个要有年轻的回来 这样才不会让部落一直老化下去 但是我当初回来的时候就是 一回来的时候就马上就接了到第一份工作 就是 就是要 把真正 因为你知道其实 其实把真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捕鱼技术啊 就是在我们 呃 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工鱼教 因为大家都会只会只会知道说 光复光复的那个马太安部 他有那个把拉告这样子的捕鱼技术 那其实我们也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河流啊 美人西他也是属于环流的 所以他也很适合做这样的 呃 那个捕鱼技术 但是其实 就是在整个附赠的过程会发现 其实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需要我们被 被 重视说啊 我们有这样捕鱼技术 然后每个月要去每 一年的 呃 捕鱼的时间 我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 我们从 2017年一直到现在去 2021年我们都有在做这样子的 捕鱼的技术的传承 嗯 对对然后其实回到文件站之后 我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网路上 还有是文献上 或是论文上很少被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 我们就会想说 啊我们要把这些的文化 慢慢把它找回来 就把那个空缺慢慢补回来 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 但是我待会要讲的两个展的话 主要都是以我们知的部分 作为主軸去跟大家就是介绍 我们是怎么样把它找回来的 好那我们直接到下一页吧 下一页吧 对 下一页 好这个是我们今年 1月份展的 从这一开始我记得 你其实 那 那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记得 我们离忘掉的那个 刚讲的1878年到2007年 甚至到我们前的甚至到2020年 2021年之间 这些我们的记忆 都要慢慢把它记下来 我们就是刚刚在这个 这是文件站的一个十字据点 叫鲁骂八十 我们在这边是从2019年开始 就是要老人家在这边做文化附赠 因为以前的文化健康站 主要都是着重在健康上面 但是我们傻瓜 就非常的批 很批 就是我们希望把 把文化真正带入到照顾里面 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支部教室 那我们要讲到一个支部教室 那 我们刚刚不讲说 Sagia应该是没有支部这件事情 那他怎么出来的呢 好 其实重点是在2014年的时候 我在我的 经由我的舅妈 他把 把两件就是我阿公的 他以前穿的鲁信 传给我 他就说你是很喜欢跳舞的 也是家族最爱跳舞的人 那要把这个衣服传给你 不然放在别的地方 他会烂掉这样子 他就传给我了 我当下看到的时候 会以为说这一套服装 是不是就是那种 人家那种 就是迷信啊 就是车步 车出来的服装 然后当我打开的时候 我就发现怎么他好像是 是脂皮 而且非常的精心 非常的好看 然后也是我们这次展的一个 主视觉的那个 阿公的乳系 然后 就是我拿到这套衣服的时候 我当下就是觉得说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件衣服做出来 然后便携做记录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先去找那个 德路国的老师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说 我们部落族群是没有 支部这一块 我们就请那个 泰伍格老师来教我们做这样的附赠 但是 泰伍格老师就说我们非常注重 尬亚这个东西 他们就说他们不传男 他就说希望就是由 由另外一个陪同我去的阿姨 就是他先学会之后 再把这样的技术传来给我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去非常的失落 就是 就这样默默的回到主科工作了 因为 那时候是2014找到嘛 然后去问完 然后说不行 我就回到主科工作 然后突然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然后又准备要回来前 阿姨就跟我讲说 我们在做文件站 你知道我们部落有会支部这件事情吗 其实当下我是非常的兴奋 说我们部落族还有支部 然后我马上就立马就是赶快 就是赶快搭火车回来跟阿嬷学 我第一次就看到看到阿嬷在 就是操作那个支具 然后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的左下角 看到那个图吗 好那就是我们 撒过的支具 这大概都是用主彩为主 对就是那时候看到这样的支具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真的要把这个技术好好的学下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问了五位 五位那个阿嬷 他就说我说你愿意教我支部吗 就那阿嬷很辛兰的 我以为会想说 会跟那个太鲁格的那个老师一样说 哦不行 男生不能学支部这件事情 他说你不行不行 我不要教你 就他是很大说好啊 我教你啊 因为他说他 他其实有很多女儿 那他女儿都不愿意学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说 他说他需要把这个这样的技术传给 呃我们部落的后代 就让我们有把这个技术传下来 你知道 学下来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怎么样学的 他说他小时候 他是看着他妈妈做整经 然后甚至到支部过程中 其实他都没有教五位八异 就是他其实是用看的 在看的过程中 其实在不知不觉 他就也学会了这样的技术 然后他也实际操作给他的妈妈看说 我会支部 我支给你看 他妈妈就怀然大悟就说 你怎么会 然后就那个阿妈就说 你啊 你教的啊 他说 原来他是用看的方式学会 然后五一百一 其实他在教我的过程中 他也就是说 我也是用看的过程中 就是把这个技术学 他也觉得说 我跟他一样就是 就是用看的 基本上都会 他就都会这样子在 在外面 就是在称赞我这件事情 哈哈 好啊 来自我称赞 好 这一个展啊 就是其实 我们就是从 这个罗马八十有开始建立 刚刚讲的就是 他是要做一个文化富裕的场域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把文化带到老人家照顾里面 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用那种 加减乘除 来让老人家算数学这件事情 而应该是要用 他们传统的那种织布模式 因为织布他其实有线材的 算术以及线材的配色 他其实非常刺激头脑 还有手眼线条 这个根本就是在方式制的 所以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看完 那种有些 八九十岁的达罗布的老师啊 他们都还会织布 我觉得我们部落的老人家也会织布 也应该要朝这样方式前进 但是 我们会发现 因为以前的织布都是在地板上织布 所以但是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以把织布移到桌上吗 好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尝试 因为还好我们的工具都是组产 它其实非常的轻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移到桌上 所以让所有的老人家 基本上都可以好好的在位置上织了一天 就是他们从早的八点的文件 这样一直到下午四点 他们都可以坐在上面织布 所以有时候他们都会织到一种 不想起来就忘我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说要起来上厕所了 不要一直都坐在上面一直织布 就是他们就是 他们觉得这个 他们很喜欢做工艺 然后他们又会觉得说 这是他们以前 他看他的姐姐 他看他的妈妈做过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因为要去外地赚钱 他失去这样的工艺技术 所以他们觉得他不应该浪费这个时间 要好好把这样的技术好好的留下来 甚至他们做了很多工具 是要传给他们家的女儿 或是他们传给他的媳妇 他们都会做了很多套 他们都希望说总有一天要把这样的技术 再慢慢的把它播种下去 所以这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所以我每次都说 阿嬷你为什么在做支剧 我说没有啊 我要给我的女儿啊 然后甚至说 阿嬷你为什么又要再做这个背包啊 他说我要做给我的妹妹们 希望她看到这样的物件可以想到她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附赠的场域 然后也是在 其实是真的把这个文化真的是在传承下去 好那这个展啊 我们就是主要展的是展之剧 然后以及2019年到2021年 这两年间阿嬷他们所有的作品 都在这一个一月份 今年的一月份做了展出 好可以下一月了 好 好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然后他就是有来看这个展 他觉得就是 他希望把喜哥的那一段 因为他们只有做出成步嘛 他们觉得那制作过程中在哪里呢 他就是跟我们做了一些商量之后啊 然后说好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 支付工艺 就是直接从撒过的带到马里云去 然后我们就真的把 那些很会做工具的阿嬷一起带过去 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边讲解过程中 也会跟他说我们这些的主材是 是 我们使用是怎样的主材 每一个部位都有属于自己的 自己的材料 他并不是说竹子随便乱取 就随便乱用 他其实每一个位置都是 就是经过了好几年 大家觉得好几年 老人家他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说 这个主材就适合在这个部位 这个主材适合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技术 就带到马里云去 然后很好笑的就是因为 在那个 整 因为他这样 他这一个过程中啊 就是有 流量还蛮大的 Lag 对 有Lag 吗 好了吗 就是他们的岁数的流量 其实还蛮大的 好了 岁数的流量蛮大的 就是有年轻啊 然后也有老大 又有男生 又有女生 然后其实在教导过程中 其实阿嬷们 他们就是都是在陪在他们的身边 然后带着他们 甚至有些人就会反映说 啊我才一抬头 阿嬷就把我的工具做完了 然后甚至就是 真的 对 因为他们其实非常的熟练在这样的工艺上 这是我们现代的族人最 没有办法生日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没有像他们拿那个 拿那个 或是拿那个 动作的 迪时的动作超级快速 我们根本来不及跟得上 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割伤手 像打到那天就割伤手了 对 所以其实 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在一种传承 然后甚至老人家在教导的过程中 其实真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下一页 好 然后也就这个展 刚刚讲到他们就是老人家陪在他们的身边 然后做出这个展 然后也在 8月13日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就把这个的名字再带过来 因为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它很重要的含义 刚开始我们不是有讲就是 从罗马80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记得 我们知道我们傻过的人会直播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移到了马绿云 那马绿云的 或是瑞穗的人知道说 萨基亚会直播这件事情 甚至到奇美文物馆的时候 又再把这个名字再带过来 就当大家到奇美文物馆的时候知道 从这里开始 我们大家都知道萨基亚是会直播的族群 他不是想象中他什么都没有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被挖掘的 对 好 这个就是刚刚讲就是把 把那个直播移到桌上 所以这个阿嬷 他叫哈娜 他就是真的坐在椅子上 就是平时就是我们在文件站的操作模式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就是 自己设计好自己的布料之后呢 就是移到桌上 然后就开始直播 就一直到他完成一套作品 他其实就是都是在做 一个是文化传承 一个就是在做他的防湿制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他其实可以跟他旁边的知女 知男一起聊天一起分享 他其实这个是一个 以前的生活应该就是要长得像这样子 大家互相分享互相照料的样子 就是我们文件站最想要看到的样子 好 这个就是刚刚讲就是他从这个展场的一开始 就是直接先把支具先放在中间嘛 大家知道说Sagia的支具就是主彩 然后甚至在旁边 有lag吗应该没有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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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旁边就讲说 这些工具的族名应该怎么叫 以及他所取的材料是哪些族种 他其实很重要 他其实是一个文化 文化慢慢在地知识 真的是很在地知识 他慢慢生成出来的 然后也是我们在这1870年到2070年之间 大家没有被看到的东西 就在这个展让他展现出来 然后说Sagia其实是有这样的支具 甚至他有这样的支部模式 就在这个展场让大家知道说 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至于他右下角一个阿卢布 那个其实是我的第一个作品 他也是让我了解说 阿卢布其实在我们部落里面 他其实没有情人带的含义 然后阿卢人家就是说 那就是老人家的背包 就是背一些打伙食香烟兵 就是这样子 可能因为其他部落 他会有所谓的就是 要做一些情人的那种交换的模式 在我们部落里面 比较不会有看到 这也是就是我们部落间的差异 其实也是在这个布料开始 真正开始就是我们Sagia织布的第一件布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他就是第一件 他是传承的第一件 虽然他看起来很丑 但是我觉得他意义非常称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个知的进行事就是 其实老翁在跟我就是想要就是 就是在讨论就是关于 呃 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这个鲁骂新鲜策展 借展的过程中 他就有提到就是知的进行事 因为其实Sagia他其实 第一点他就是传承的人 他其实只有一个人传承 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 东西就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有些老人家 他就是知道怎么知 可是他没办法操作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缺少 很多一些颜色的知识 或是技法的知识 所以现在就是老翁就跟我谈说 其实文件站就是也是知的进行事的其中一种 因为我们把地支机移到了桌上 桌上 对甚至把卡字移到地支机里面去操作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Sagia目前的知的形式 他并没有锁定一定要女生知 然后一定要在地上知 然后一定只能这样的知法 他就变成是非常多元 因为他就是再重新写 写我们的历史 重新再建构我们 把枝的这个东西再补进去 对 因为我们像我们有些老物件的枝法 可能因为老人家他不知道怎么枝的 我们还必须要去跟其他族群去 去找尋在有什么枝法 可以把这样的技术再拿回来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的枝一直都是在进行的 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是会像 他有一定的框架 就是要长成那个样 而且同时其实沙切拉族的枝部 虽然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那个历史众生 没有很多 但在老人家的创作过程当中 我会发生说 他们其实对于枝部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直都在回应他当下的状态 他可能当下有一些想法 譬如说他的菜园可能要采收了 或者是说他就织了他的菜园 或者是他可能他的那个什么 七月份要到了 不是会有那个阿拔路吗 就是面包服 他就织了那个阿拔路的图案 然后或者地瓜芋头等等图案 甚至像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的 这种那么是鲜明色彩的 都是他在思考他当下的状态 然后所创造的布这样子 对 所以他现在在某个程度上面 他其实是蛮有现实主义的倾向的 就是活在当代 活在当下的 活在当下他想要长成什么样子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怎么样就任性 对阿 然后就一直一直乱发明东西 哈哈哈 好 时间宝贵 我要加注 好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 就是我们找回到直播嘛 然后那我们 刚刚讲2014年找到那些老件 以及在我回到文件站 这一个过程中 其实在跟老人家访谈过程中 找到老照片 找到他们以前的服饰 就会发现 其实 其实 其实还是跟现在我们正名后的衣服有很大的落差 然后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调查说 那这些衣服我们该怎样称呼他呢 这个衣服就是他们就会成交这叫乳系 乳系就跟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那种一般外面买的T恤啊 然后那个牛仔裤啊 那种其实是不一样的母鱼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形式 因为乳系他必须是要穿在记忆上 或是就是他的那个盛宴上 他才能穿的衣服 然后 然后我们就在这样调查中 其实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族语给找回来了 因为现在的我们Sagia这面衣服 他其实丢失了很多乳系很重要的族语 好 往下 好 对 好 这是在我们策展的过程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Sagia其实是五个颜色去 重新去想象建构出来一个新的群体 但是会发现其实部落里面 他有自己想要的族群的部落的颜色 像你看左边的图啊 就是他在绘画的时候 他其实是先左边是下方 他是用五个Sagia的族群的颜色 而右方却是他在老物件看到的 最主要的三个颜色 就是黑白红 他其实就是在我们找到物件 就大概都是这三个颜色去 去搭配出来的物件 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连 他在这样的设计过程中 他其实是把连在一起的 他就是在那个位置 我们会有放了一个老人家的服饰在那边 然后就是跟他们讲说 在左边右边 其实老人家 现在活着的老人家看到的现况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 其实这一张照片呢 就是我讲的就是关于那个 我们找到的老照片跟物件 左边这张照片的人呢 他现在84岁了 这是他7岁的照片 他就是在7岁的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穿了这套衣服去学校 因为老师跟他说 明天穿一个漂亮的衣服到学校 最后他妈妈把它打扮成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吓死人了 老师本来想说是穿洋装 装对 然后结果是穿成这个样子 他就是拍下了这个 这个照片做纪念 然后右边的这一套在展示过一面的 他们两件是同一件衣服 然后一直穿到他14、15岁 都还是穿这一套 他是他留下来的 然后这次的策展的人也很特 哎我也还没讲 哈哈哈 他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借这套衣服人家 他有讲的一句话就是 让我很深刻的知道 他是说其实当初在证明的时候 他们我们族人就是 没有去各个各户去推广说 我们要改变族服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说 他们没有进来跟我讲说 我们这套衣服 就是不能穿这件事情 他会觉得说 这套衣服才是他以前 他实际从小到大 然后到他看的样子 应该要长成是这样子 可是等到我们证明之后 他看到那件新的衣服的时候 他感触非常深 他说那可不是撒给大家 他就是会用这样子 或是甚至讲说 这不是撒过的衣服 他说应该应该是要长成这样子 因为他刚刚我们有讲 他其实每套服饰里面 他都有自己的母鱼 像是下面提到的那些 我就不细讲了哈 然后就是大家用看的 对这个统称就是女生的乳系 他就是必须要这样子穿整套 他才有办法上场跳舞 所以他是非常有一个 应该是讲说一个限制 他必须要这样整套 他才能去维舞中跳这样子的舞蹈 对好 下一张 好 这男生部分 前面那个两套红红的 就是我阿公的衣服 就是我拿到之后 就是他一个右边 比较像火焰的 那个叫哈一道 然后左边的那个叫做达里沙瓦克 其实也都是在 跟老人家反谈过程中 知道原来他有自己的母语 他虽然统称可以叫鲁姓 可他个别有自己的称呼 好 刚刚有讲到说那个 马远有巴里马样 我们也有 我们在上面那一个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沙瓦克跟马鱼布 他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服装在里面 甚至一些制作方 他可能也会有雷同的地方 只是插在一些不一样 因为地区上不一样的配饰 可能会稍微变化 材料跟细节 对 会变化 但是大家说 其实我们还是有 传承一样的工艺技术在里面 好 这男生的部分好像一样 对 然后这个展 其实最主要我刚讲就是 他我们是想要找 语言 用语言去出发 把这个工艺拿回来 因为你 我们有了支部工艺嘛 那我们就真的去实作 把这些 该有的语言的物件把它做出来 让这个东西传下来 就把 刚刚就讲到 1878到2017年之间 这一个被大家常常忽略掉的这个片段 把这些的乳性把它找回来 然后甚至把这些语言传承给下一代 如果假如说我们不去讲这些东西 甚至老人家讲了 我们没有看到实体的话 这个东西一样会不见 这是我们 好 右下角那个趴 右下角 对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有一群 一群 Sagia的青年 就是各个部落 也不能有青年嘛 认识还蛮大的 对他就是 就是希望说各个部落 他可以把一些 我们部落各种事情 然后拿出来一起做一些 论坛 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么的严肃 就是大家聊一聊 我们部落的什么议题 或是近况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每个月 也很爱唱节目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会有会有代言一些饮料 大家可以来看 来笑笑我们 像宣传一下好了 今晚七八点 今晚八点 你是比我要挑那么快吗 没有啦 好了好了 好今晚八点 好记得要来 好换了 对我们今天八点有一个 线上直播的节目 那其实这个展示啊 这个卤西这个展 他其实我我最印象深刻 是他其实非常有社会影响力 就是这个展示从8月20号 然后他只有到9月17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几乎都有排不完的导览 然后GARA几乎每天都要讲 三四场以上的导览 他就这么一个小小展场 当然他却有这么多人来去看 甚至他只是一个部落办的展览 他还是有安排 像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就是测展后面有一个 测展的座谈会 然后也有学校的那种校外观摩 然后同时也结合了线上的那个 线上的节目 然后做了一个线上导览的活动 这样子 他其实是非常有 就是非常有强烈影响力的一个展览 那最后面的这个展示 其实是 不管是喜哥回鲁玛林部落主题展 或者是在部落自己办的这个 鲁玛80系列特展 其实都试图找寻 沙切拉族的历史论述的一个新路径 那透过服饰 支部老照片等等 然后找出这种续数框 既有的续数框架之外的其他可能 最重要是要呈现出独特的在地观点 然后也使得沙切拉族的历史 叙述产生更多的面向 那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产生出一个很特别的效益 就是文物馆他也跟了 跟地 跟部落都做结合 然后去做了部落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结合了文物馆本身的专业能力 以及部落既有的那个在地知识等等的 那这样的一个展示呢 希望呃我们未来 清美文物馆跟部落都能够维持 这样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重点就是 晚上大家有空记得来看 线上那个活动 欢迎谢谢大家 顾改 顾改 主持人还在吗 有主持人还在 谢谢主持人非常的感动 那大家看得到我吗 嗨 有 那那个非常感谢第三场 拉奥跟卡拉的很精彩的分享 然后刚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有去 就想到那个昨天 其实我也参加了一场 很精彩的一个子女们的分享 那在昨天的这个活动 有台中的美术讲 跟信文文化讲 不然是那个现在还有 我会有回收的声音 哦 OK好没问题 那个昨天的这样活动 是有两个管所说 邀集的海端跟颜平 两个乡 大概有十几位的知者 一起来分享 支部的这个经验 然后在过去的几年内 那就是我也有给大家看 就是我做的答案 对 然后还有我这几天在做的工资 然后我很喜欢做这个 因为不会支部嘛 然后我手不是很巧 然后我就是追求这种滑嫩的质感 这样子 摸起来就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去年还有一个支机还没有做完 然后还放在木头 还放在家人那边这样子 然后找时间会做 那从刚刚我这边的经验 然后再回到刚刚萨迪达拉这边的经验 然后再 美小老师刚刚一开始谈到的 赛德克的这个支品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支品好像是我们现在一个 很多地方都殊途同归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今天的这个展示 今天的这个分享 并不是以支品为主题的一个分享 那我这边也想要copy 想要 引一段那个文青式的话语 跟大家做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总结的心得 那这段话是James Cleaver 他先前所写的 Return的一本书的里面的一段话 那这边念给大家听 那长久以来部落社会或原住民族社会被认定 会在西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暴力禁闭下消失 那这样子的任务将会 透过种族屠杀或者是韩话 同化这样子完成 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到20世纪之末 事情的发展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多的语言确实消失 很多的社会也确实瓦解 但是仍然有非常 让为数不少的原住民族挺住的压力 把横遭破坏的生活方式的残余 改编更种族起来 那他们往更生 而且更有适应力的传统去取材 而且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后现代性里面 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 那今天想分享这段话给大家 就是我觉得这一条途径 在当代的台湾原住民族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presentation 就是展示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这条途径其实是一个界面 我觉得从刚今天的三场的分享里面 大概也可以感觉到我们把展示 是跨地域跨场馆 但是他一方面他又是在地域里头 在地方里头 然后在场馆里头 然后就很像是有一群人的一些工作的成果报告 我不知道这样讲 就是只是成果报告 或是其实是很真实的 把生命的经验慢慢的在这个场域里面熟成开来 然后我自己觉得能够参与到其中过程 然后感到非常的感谢跟感恩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有将近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也很开心 星期五下午居然还有将近四十人在线上 那我们三场的讲者跟女堂人也都还在 那我希望说接下来的时间能够 大家彼此之间可以有些互动 或是如果有些问题或是经验想要共同分享的话 也非常的欢迎 那梅夏老师也在一场 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看看大家 那不管是举手 或是在旁边的留言板 大家都可以唱所欲言后 然后晚上八点再参加 在拉翁的派对这样子 对 这也不是什么派对 我们这次就是聊聊天这样 好啊好啊 那我想问就是先征求 征求几个问题这样子 或是大家想要做分享 有 拉翁警政举几手 那你不是出讲的 我可以先上厕所吗 可以 请 那记得要开静音 拜拜 会吓到大家 那待会马上等你回来这样子 好小弟也是第一次当主持人紧张 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或分享 OK 好我们的赌戏 赌戏举起手 那赌戏起发言 哈哈哈 要开镜头吗 依照你 哈哈哈 好啦 没有其实我只比较好奇 就是我们 应该是说我 呃就是 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台东 建合部落 葛华干部落的北南族人 然后我的族名叫Duhi 那就是 呃就是建合这几年啊 其实 我们都在做 我们在尝试的要做一个 叫做就是百年市集 啊今年第三年 哦就是 就是想要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用市集的方式 其实来去呈现部落当代的面貌 那也就是聚集青年可以来做讨论 或是邀请不同的其他地方的 不管是不是族人 就是也可以就是有 借由市集这样子的办理 来做更多的滚动 那 其实去年我们就有跟 有跟时间管有合作是一个展览嘛 那 今年我们也正在筹备当中 就是 其实是更希望是由我们自己部落的人 来做这样的展览 来做这样的筹划 因为其实我觉得市集本身也是一种 策展的体现 就是 因为我们市集不是只有摊位 也有一些坐摊啊 然后静态的 动态的 那我是其实想要问说 就是 因为在你们筹办策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都不断的有去收集不同的族人 或者是不同的角色的参与者 可能对于某一个事件 或是某一个时间的段点的一些记忆 或者是他们的观点或是看法 可是最终到底要怎么去取舍说 我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 因为绝对不会有一个百分之百所谓正确的历史 或者是一个百分之百绝对的史观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要把它幻化成一个所谓的展览 不管是动态静态的时候 那个取舍到底 有没有一个可以参拙的点或者是 对就是我就是想问这个 好的 那来消化一下这个提问 老龙进城你有听到我问什么吗 还没我刚回来看 还没我刚回来看 那我可以再给杜忆那个20秒时间 真的提问这样子 好啦就是简单说 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填调 或者是收集资料 跟就是访谈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去呈现 可能是单一的事件 或是像刚刚老龙讲到很多 关于颜色的关于历史的 可是最终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取舍 或是当时你们怎么去取舍说 我要呈现的可能会是怎么样的面向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去取决说 我到底所谓的多元的史观 或是多元的历史呈现 可以怎么去交 就是交 你叫什么 对 怎么样说出来 对啦 怎么样说出对啦 嗯 我们在 我自己在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是很 头脑很炸 就是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在里面当中很难得会去梳理 就是很难去梳理他的脉络 那最后会呈现出这个样子 其实是 其实他是一个策展人自己蛮左观的 我在找一个故事是 能够 就是让我自己心里面有所触动 然后同时我也去带路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部落其他的人 以我自己对部落其他人的认识跟情感 那他们会对什么样的叙述是有反应的 那这样的几个条件筛选下来 最后面呈现出的就是这些 那整个展示里面 因为他是部落主题展 所以我会蛮在乎就是说 部落他觉得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那那些重要东西就一定要放进去 那剩下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文案 或者是透过设计 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给穿出一个脉络 这就是 觉得策展人就是 为什么会变胖 或者是为什么会干指数过高的原因 这样可以吗 对 他这是策展人很轻 所以他这个策展每一个展示 但是他在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都必须接受每个人的评价跟评判 那当然会有人喜欢 也一定会有人不喜欢 那这个就是策展 我觉得策展 当代策展他就是一个沟通 他就是一个议题的讨论 然后议题的沟通 这样互相讨论 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些什么 但是他可以创造出些讨论的空间 不是这样相信 好 那我这边也有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独秘的问题 应该是在谈说 就是百分之百的历史 这个取舍的版本 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不只是在展示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 或是很多的书写上面 也常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刚才有看到一个 什么策展人的韧性 我觉得很逗趣的一句话 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策展人 他其实是作为一个观点 那展示其实是跟这个观点 是连接出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 你也讲了 任性也要很诚实 对就是诚实的 那我们在新博物馆学院里面 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说 就要让博物馆成为一个接触地带 那接触地带是什么 就是 让各方都能够在这个场里面说话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或许这个可能不完全是一个任性 但是我觉得也许就是把这样子的展示 或是在线变成是一个 让各方都能够说话的一个空间 然后很多事情 我也觉得它不会是一次就到 那很多状况 其实是我们现在常讲的行话是劳动 那其实就是像电阵这样子 正反合这样 就会有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水流 有的时候会激荡出水花 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浮流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往下走 对 饶动 对 所以我刚刚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那想听听看还没有 就是类似的经验 对 其实大家可以再分享这样子 嗯 嗯 嗯 那个 那个 邱胖或是一步甲还在吗 嗯 那个 邱胖那边他刚刚那个要去照顾阿嬷 然后他说 他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他就 就赶回来 因为他现在人在一个开展的 你这样 噢 现场这样子 呵呵呵 那 那 那我想 那我把刚刚那个话题延续下去好了 我想要问小孟 嗯 就是在做部落 因为海端馆其实有很多的展示 不是只是烈日跌 就是之前也都有很多是去部落做田调 然后最后面田调的结果变成是展示 像这样的过程里面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 就是说 最后展出了 但是部落或者是报导人 他觉得好像不是很满意的这种状况 不是很满意的状况 就是 就是 就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 我们想要做一个展示帮助他表达 结果表达错了 我 我 我 是没有啦 哈哈 应该是说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最后呈现的 那个内容 我们都会先给报导人或者是 部落的族人先确认过 才会上去 对那这个一方面也是 就是再次的确认 就是不要尽量不会有偏差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是烈日电影这个展览啊 因为和妹的身份蛮特别的嘛 其实从族人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所谓的汉奸的角色 曾经有人这么说过 汉奸 那个 就是我们自己策展的也要全部走一遍 这样子的故事走线的安排 对于观众来讲是不是能够理解的 如果太旁枝太深 那个叫什么分枝出去的东西 我们就是忍痛把它先切掉 可能之后放到第二季还是什么的再去谈 对啊 所以我觉得观众研究也许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发展的课题 就是我觉得刚刚独替讲的就是 市集啊 百年市集 这个市集 其实市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当代呈现的方式 就当代呈现方式不一定都是在一个场馆里面去做一个展览 那它可能是很多议题发散出去 然后被大家看到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presentation 那我觉得它同样的是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说就是观众啊受众群众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也在很多的 特别是在地方馆的一些经验 常听到就是因为这个都是在地乡亲族人进到场馆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熟悉的素材或是语题 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是文化专家 那其实站在这个文化专家 这些大人们的前面的时候 其实策展人就好像也是一个学生那样子 其实都是在聆听跟学习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我才觉得地方馆的展览会有个特性 我刚刚忘记讲 就是先前我们的工作团队 北教大师陈寅老师也有跟我们讲过 说觉得烈日这个展览是一个熟成中的展览 就很像食物在熟成 每次去看都会不一样 对然后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他不断的不是不是一个标案展览 出来结束就没有了 然后后面只是微韵而已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过程当中都不断的在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不断的在熟成 然后我觉得这个熟成就是所谓的跟观众互动 然后很多类别的观众互动下的成果 那海端馆这边也有一个烈日典影的小故事 那这个小故事就大家来再来跟大家说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伙伴想要分享 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有一个题目 有没有听过很特别的民间传说 长者建言跟部落服侍的禁忌 部落 嘎拉你还在吗 在啊 有啊 服侍的禁忌 就是其实我们在马拉底地的过程中 女生是不能穿男生的巴黎麻样去做展演 他必须是在祖国迷赛就是余性节目的时候 女生才可以穿着男生的服侍去做展演 所以在我们老照片上面啊 有一个老人家他今年87岁 他就是照片其中一个人 他讲说他们在马拉底地的过程中 是不能穿男生的季服 就是乳系 他必须是由男生青年去穿巴黎麻样 而祖国迷赛刚好是在马拉底地的其他天 所以就是他们可以穿着男生的服饰 在展场中央做表演 这样有回答到问题吗 巴黎麻样就是男生的裙子 就是现在常常会看到有那种女生 然后穿男生裙子这样的混搭 那在老人家的想法当中 那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在正式的记忆当中 那只能在那种余性节目的表演 可以做一种搞笑啊 或者是娱乐大众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去穿搭 那在正式进行的时候 其实服装就是人 他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乳系 他其实会把人的 的身体状态去做一种转化 也就是说当你穿上乳系的时候 其实你本身就是记忆的一个 技品的一部分 你只能就是把自己做一个 做一个献祭 所以在那个状况下面的服饰 是很重要的 还有阿德顺再提一个 因为假如说 刚刚讲到巴黎麻样 如果假如说是在米萨斯拉 就是年龄训练阶层过程中啊 如果七年他没有属于 自己的巴黎麻样的时候 他可以跟他的阿公借 哈利道来穿 他就可以上去跳舞了 因为哈利道他的定义是 是男性长辈可以单穿的 一件物件 他就是 而且加上因为年轻人 假如在米萨斯拉 他没有办法上场的话 其实整个波就 没有看到年轻人 所以他一定要穿着 一件乳系上去 因为他又没有自己的 巴黎麻样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他阿公借 借他的哈利道上去跳舞 哈利道就是那个披风 有很多红色的 那个龙毛的那个披风 那那个也是在过去来说 最贵重的乳系 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使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昨天不错话吗 哈哈哈哈 忘记我麦克风关机 哈哈哈哈 那 呃 我想 大家还有没有想要分享 老师就是就是在今天的这样子的分享 那从人学博物馆 或是说跟部落合作策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样子 就自己Q自己的老板 这样子 有一个大学plus有问题 哎呦 哦看到了 呃 想请问奖者在策展的期间 你们有没有遇过策展人想展出的内容 跟部落族人的期望有所冲突的情况 与矛盾 那要怎么解决呢 嗯 我们我们旗美馆这边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 呃 他不是说策展 他不是说族人 就是族人觉得说就是跟他有冲突 而是说他有个东西他觉得他很希望展 但是最后却没有全部展出来 像那样的状况 那当时呢 会就会跟他去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的考虑是什么 然后也跟他做一个沟通 那会不展出来的原因就代表说 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是另外的其他人 觉得那个不适合 然后甚至某些程度上面 这个也跟文物馆自己本身的定位有关系 所以就会有其他的不同的客观条件上的限制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 哎 我们本来也是想要展 但是遇到了某一些困难 那这样的困难呢 然后会跟他讨论 在讨论之后呢 因为展示期间其实都可以一直改变 他不会说 我今天开幕了 我就通通都不能变 那我们最后面呈现的一个妥协 就是说 不是妥协 我们最后呈现出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去正式的用一个展板 或者是展示文字做介绍 但是我们会在口头的导览里面 去做补充 这样子 我刚刚在想海装馆这边有没有这样子的冲突或者是矛盾 好像在展览方面好像还好 好像没有听过 或者是我们没有听到 就是好像比较没有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物落的族人对于文化馆的想像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 对啊 就是比如说像之前就有听到 就是有一个物落大哥就开车从门口经过 然后他就问说 什么这边是不是有 可以把那个他的阿瓜阿妈的骨灰拿过来放 当作纳骨塔 对 我这边没有收这个东西 前几年是有人问说 这边有没有提供按摩的服务 对 就私信我们的本站说 听说你们管社有在做那个传统按摩的服务 他应该是指这个吧 传统按摩是不是这个 你看看到那个C7觉得是挤压这样子 整个是这样吧 对 所以我觉得冲突这一部分 应该目前是还好 但是我觉得族人对于文化馆这样的空间 这样的一个想像 对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过去 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蛮长一段时间是会跟各个部落合作策展 对 那合作策展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某程度就是 其实地方馆 因为它特别的属性在地方 然后又是原住民为主体的场馆 那它在叙事或是在馆员的组成等等 跟在地组成其实是非常贴近的 那我觉得合作策展也许是一个方案 对 然后让部落带着这个展示去呈现 就像我们在第一场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目前是我也没有听过冲突跟矛盾的状况 但也许有啦 对 我觉得比较常容易有冲突的状况 或是矛盾状况 比较不是跟部落族人 比较多可能是跟长官 还有那个外来的观光客 就是要进来说 我就是要看你们传统的文化那些物件等等 为什么你们都是这种展版的文字 对这种时候可能就有冲突 然后说还坚持说 那个布农族没有支付 然后说什么 他是那个什么 这个去中国大陆买的 对 然后就是一口咬定 这个都是去中国大陆买的少数民族服装 他会说为什么你们都不穿主服呢 对 然后这种状况好像比较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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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没有那个提问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时间也到了4点29分 那今天大家也在场其实三个多小时也是 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我想是不是最后如果没有更多 对 对 我可能 我最后 OK 伯刚我就ending就好了 可以吗 好 就非常谢谢伯刚帮忙主持中间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刚刚开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在 可是虽然错过烈日电影这一块 可是因为跟伯刚有很多讨论 大概知道他们想要透过老照片如何去呈现多元诠释的历史 尤其在那个展场的过程中其实透过灯光 透过对于那个照片中每一个人的神情 来进行更多的一个诠释 然后我刚回来有接到老奥在谈说那个展馆中怎么样透过那个行径的路线的颜色 去呈现历史的分流跟汇流 然后也有听到那个文静所谈到的就是其实服饰如何跟当下的情境做结合 然后两位很关心的一些在立观点在立的历史 那我觉得这一些就像其实六位讲者都很强调 其实展览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其实都还继续在发展的过程 那园林中心其实我们今年的一个活动的主轴就是佛刚刚所谈的Return 我们希望去看到说不同行动者之间怎么样透过各种不同结合的方式 文化得以在线展演还有在创造的过程 那今天这一个演讲我想很充分的呈现 在透过策展的过程 人群之间如何去连接 然后文化如何像意象一样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诠释 那其实我过去有一篇关于支部的文章 他也是透过支部在讨论 透过支部的过程 当地人像我做的是赛德克的田野 当地人如何透过支部的过程去实践文化 然后还有支部的图文如何具有多重的诠释 可以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做结合 甚至在当代的情境之下 其实支部就好像一个修炼的过程 其实人跟部不断在对话 就像刚刚那个Langus刚刚讲的 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放空 然后你可能可以沉浸下来 这是当代其实很多支女都反映 在这么纷乱的情境之下 好像支部成为一个当代的仪式 所以我就想之后我们如果博物馆有机会 可能就是在跟各位进行一个合作策展 我们就从服饰 谈布农各地的服饰 或萨吉拉雅各地的服饰 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合作 其实都希望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六位讲者 还有在线上的各位非常的热烈的参与 很感人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 博刚要不要宣传一下我们下一场活动 文青好忙 超斜杠青年 大概在11月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的11月也有一场类似 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分享 而且发现其实线上大家参与 都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可能11月 博刚大概也安排好讲者 就是现在有很多部落的年轻人回乡 那同时要做很多的工作 要务农 要做策展 要接各种的计划 要写箱制 所以我们可能就安排了一个文青好忙 或者叫超级斜杠的一个 一个类似这样的工作坊 那也是请各位 尤其是年轻人来分享 回到部落所遇到的各种的问题 还有它的可能性 那可能之后再请大家密切 关注我们人民中心的网页 然后热烈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看看博刚还有没有在ending的 没有 谢谢老师 那欢迎大家就是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接收台大圆明中心的最新的资讯 那11月会有这样子一个讲座 那返乡的这个议题 这几年一直在发酵 那我们也有好多的年轻人 已经回来三四年了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像其的爱情这样子 好 非常感谢 好 那就谢谢大家 就是谢谢那个採取者 谢谢大家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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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吗